第1681章 你看我像是残暴的人吗 面对着步步紧逼的张艺 冥界之神有些慌张道 你 你想干什么 你说呢 张艺露出一个让冥界之神后背发凉的笑容 本以为对方要杀了自己 可让冥界之神没有想到的是 张艺居然站在那里 打开了直播功能 镜头对向冥界之神 纵然张艺这个直播间没有用任何标题来吸引人 但仅仅只是一个主播 一诺倾城的名号 就足以使得张艺这个直播间刚刚开启 就立马人气暴涨 无数观众疯狂涌入 片刻 直播间里的观众数量 眼睁睁看着从个位数上升到三位数 四位数 一眨眼 在线人数直标十万 我靠 我以为是我看错了 这真的是一诺倾城开的直播啊 龙族阵营者一诺倾城 我偶像居然开直播了 这人气好高啊 十秒钟前才几十个人 这么一会儿就十几万楼的骂 一诺倾城呢 我要看一诺倾城 视频里这个丑八怪是谁啊 这 不是冥界的二当家 那个冥界之神吗 还真是他 不是这家伙 怎么会出现在一诺倾城的直播画面里 冥界之神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个一诺倾城的骚操作 居然这么多 先是把他带到死亡原地复活的地图上 杀光他的复活机会 然后居然还开直播 这是打算 当着全城人的面 来羞辱他 是可杀不可辱 冥界之神发飙了 一诺倾城 有种你就杀了我 张义笑了笑 继续把直播镜头对准冥界之神 说道 杀你干什么 你看我像是那么残暴的人吗 冥界之神 我 你不残暴 刚是谁把我复活机会 都给杀光了的 张义开启直播的目的 不言而喻 看着直播间里的观众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在新增的观众里面 不断出现ID 冥界 开头的人 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张义突然把镜头转向自己 对着镜头说道 大家看得出 我对面的这个人是谁吧 话音刚落 直播间弹幕疯狂滚动 我知道 他是冥界之主身边的忠实走狗 冥界之神 马的冥界的人不得好死 杀了我的妻儿 一诺大神快杀了他 万人血书 求直播首思 冥界之神 与此同时 弹幕上也有一些另类的声音 真是一诺青城大神本尊啊 一诺大神长得好帅 一诺青城 我是你的偶像 阿呸 你是我的粉丝 这时 直播间的消息 上面出现了一条玩家冥界之主 进入直播间 张义见到这个信息 便将镜头重新对向了冥界之神 针对直播间内的某个观众 说道 你兄弟在我手里 地点 亡灵遗迹 友情提醒一下 他已经没有复活机会了 再死一次 就无力回天了 你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来救他 直播间里的那位 你应该知道 我在说什么 你兄弟是生是死 你有十分钟的考虑时间 逾期不后 与此同时 地狱城外某个角落 正通过张义的直播界面 看着好兄弟冥界之神 陷入绝境的冥界之主 不由地紧紧握住了手中的地狱屠龙刀 而冥界之神也这才明白 原来张义开直播的目的 是为了利用他来引诱冥界之主 于是 冥界之神对着镜头大喊 队长不要上他的当 我生是冥界的人 死是冥界的魂 我甘愿为冥界而死 你不要过来 将冥界之神交给小八看着 张义在一旁找个空地 悠哉悠哉地坐了下来 没想到的是 等了十分钟 冥界之主还真没敢来 张义便起身 对着冥界之神说道 看到了吗 你所谓的好兄弟 眼睁睁看着你将死 也不敢来救你 为了这样一个主子 而付出自己的生命 值吗 张义说道 不如你加入我龙族 怎么样 这样不仅可以保你不死 而且跟着我 比跟你现在的主子 前途更大 如果能当着冥界之主的面 把他最忠诚的一员大将拉拢过来 这也不失为 对冥界之主的一大耻辱 你根本不懂 冥界之神却是说道 我这条命 本来就是队长给的 他虽然鲁莽 没我聪明 平时还总爱自作聪明 但他永远是我老大 我绝不会背叛我老大 估计是看着自己 反正也要死了 冥界之神 这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呀 冥界之神 比冥界之主聪明倒是真的 就像之前 冥界之主调虎离山 暗度陈仓的那些把戏 其实都是冥界之神的主意 虽然不知道这个冥界之神 跟冥界之主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但张义 还是被冥界之神 这宁死不屈的精神 给震撼到了 稍作迟 所以张义忽然面露杀意 既然如此 那你就替冥界之主 去死吧 说吧 张义提起浴火审判 缓缓逼近冥界之神 然而 就在直播间里 无数观众等着看 冥界之神被宰时 直播画面却是突然终止 咋回事 断网了 直播咋断了 可急死我了 好歹等杀了冥界之神 再关直播呀 与此同时 亡灵遗迹这边 张义有意关闭直播之后 突然放下了手中的权杖 解除了战斗姿态 小八也受到张义的号令 退开了冥界之神身旁 看到这一幕 冥界之神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不杀我 你这样的忠义之事 不该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送死 张义说道 而且以你的天赋与实力 就算不在冥界 你也必将前途无量 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 是为了什么而战斗 为谁而活 听得张义如此长篇大论 冥界之神还以为对方 还是想拉拢自己 正准备说 你别再白费口舌了 我是不会背叛冥界 加入龙族的时候 只听得张义说了一句 你好自为之吧 之后 张义便骑着小巴 朝着远空飞跃离开 就在这一刻 原本意志无比坚定的冥界之神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忽然动摇了一下 第1682章 天启教科书 张义离开了亡灵遗迹 回到地狱城 与八大家族的人会合 怎么样 找到冥界之主了吗 众人纷纷迫切地问道 场上无一人 不是对冥界之主恨之入骨 他们都希望冥界之主 快点从这个世界消失 不等张义开口 方才与张义同行的拾荒者 摇了摇头 满脸苦涩地说道 那家伙太狡猾了 让他给跑了 听到这个消息 林谦顿时心一沉 倒霉了 你们马上就要各自回去了 等你们走了 冥界之主一定会 变本加厉地报复我们 只靠我们星辰殿 肯定敌不过冥界之主的 这时 黄无极说道 距离一级主城正式互通 还有半个月 你们 还能再坚持半个月吗 说这话时 连黄无极自己 都不太自信了 很显然 星辰殿是撑不了那么久的 毕竟要不是张义他们 利用鬼族入侵的机会 提前来了地狱城 只怕这个时候 星辰殿都已经没了 等半个月后 张义他们再过来的时候 星辰殿肯定已经覆灭了 此时 众人纷纷陷入沉默 正当所有人无计可施的时候 战国吕布的一句话 忽然提醒了某人 要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留在地狱城不用回去 就好了 随着战国吕布话音刚落 若晨突然心头一震 说道 对了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突然想起来 我们地狱城这边前段时间 来了两个天将之人 他们貌似 不是地狱城的 可是却能在地狱城长存 什么意思 众人纷纷表示疑惑 什么天将之人 外星人 我凹凸吗 似乎是两个樱花国的人 此时 林倩也想到了什么 猛地开口说道 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一男一女 可我们有一次在城外见过他们呢 若晨点了点头 说道 当时 他们正在结明界跟地精族交易的货物 我看到他们两个人 就轻松击溃了明界一支精锐的百人团 从明界手里 截走了 他们从地精族手中得到的货物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两个人不一般 接过若晨的话 林倩说道 对 再加上那两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 看着像是樱花国的 然后我们就有一调查了一下那两个人 结果查遍地狱城 发现地狱城根本没有那两个人 他们应该是 近期来到地狱城的 若晨说道 否则以我在地狱城待了几个月 对地狱城的了解来看 地狱城有这等顶级高手 我没可能不知道的 不会吧 剑圣胡一道 听上去有点离谱 或者他们两个平时比较低调 你们没有注意到 不对 这时 张义也在若晨兄妹的提醒之下 猛然间想起了一个 被自己所忽略掉的细节 天启世界对于国域的划分十分清晰 在国战开启之前 不同国域的人 是不可能出现在同一片地狱的 剑圣问道 那要是天启世界降临之前 在我们新国领土上的一些 国外留学者之类的呢 他们起点在新国 不至于还会被传送回他们本土吧 张义用另一种方式 回答了剑圣的这个问题 从天启降临到现在 你们有见过其他国家的玩家吗 这 好像还真没见过 众人几乎是一口同声 张义便接着说道 所以若晨说得对 那两个人必定是用某种手段 跨越了国界 从樱花国来到了我们新国 并且还能长存于新国 话说到这 张义对若晨与林倩说道 你们说的那两个人 是不是其中一个 穿着红色铠甲的战士 另一个是拥有特殊时装的女孩 林倩倒是证了一下 张义哥哥 你怎么知道的 我已经见过他们了 好巧不巧 捡到韩雅柔龙魂界的 跟若晨林倩他们说的 居然是同两个人 而张义的回答 也是让若晨林倩诧意不已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们了 不等张义说话 行天说道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再找到那两个人 或许能从他们身上 找到可以让我们 留在地狱城的办法 说着 行天看向张义 你有他们好友吗 没有 张义也是无语 因为在此之前 他压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上 也没想到冥界之主如此狡猾 用临时来地狱城的三天时间 都没法解决掉他 还必须得留在地狱城 才能继续对付他 而且 当时张义利用记忆之心 复制千语千询的记忆 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抵制 复制到的记忆里 并没有关于 他如何从樱花谷 来到新国的记忆 本来还能通过龙魂界来联络那个千语千询 现在龙魂界也回到张义手里 彻底失联了 这时 战国旅部看向若晨问道 你知道他们俩的ID吗 不知道 若晨说道 只见过一次 那次他们还把信息隐藏了 话音刚落 俗称天启教科书的张义道 知道ID也没用 不同国语的人 不能通过ID搜索来添加好友 万寿岛的任务已经完成 龚本武藏跟千语千询 肯定不会再待在那里了 想到这 张义便看向石荒者 荒子 明白 跟着张义后面久了 哪怕张义话还没说完 石荒者也瞄懂张义的意思 我马上就去找 一定尽快找到那两个人 张义点了点头 道 必须要尽快 我们只剩明天一天的时间了 没问题 石荒者信誓旦旦道 樱花国的 只是这个国域就很好找了 何况你们说的那个樱花古妹子 还有时装 全套时装这玩意儿 可难能一见啊 明天之内 我一定找到那两个人 好 那就辛苦兄弟了 看着手中的龙魂界 张义越发坚定了 要留在地狱城的想法 可以肯定的是 既然千语千询 是在地狱城捡到的龙魂界 说明韩雅柔 一定在地狱城境内 至于韩雅柔 现在到底身在何处 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他把他跟张义之间 唯一的联络信物龙魂界 都给弄丢了 而且 即使张义来了地狱城 他也不出来跟张义相认 这些问题的答案 只有张义留在地狱城了 才能有机会去破解 第1683章 龙族古老遗迹 龙魂殿 夜幕降临 黑暗笼罩大地 地狱城外 某个黑暗的角落之中 冥界之主靠坐在一棵树下 身边除了九天凤凰陪着他 别无一人 时间来到深夜11点50分 但在零点到来之前 冥界之主总算完成了 本周的三个生存任务 得到了三次复活机会的奖励 虽然自己的处境暂时安全了 可冥界之主 却没有一丝的安慰 回想起自己曾经引领 冥界征战沙场 称霸地狱城 无敌手的辉煌过往 再想到如今 他冥界的兄弟 居然全都被围困 在地狱城里出都不出来 更是有无数兄弟 被张义跟八大家族的人灭杀 而他自己也沦落到 四处逃避张义追杀的地步 以及刚才张义当着直播间 那么多人的面挑衅他 甚至当着他的面杀 他兄弟冥界之神 此时此刻的冥界之主 已经对张义仇恨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冥界之神忽然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队长 你在哪里 看到冥界之神发来的消息 冥界之主猛然心头一震 一诺清诚没有杀你 没有 冥界之神回复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是把我复活机会杀光了 最后却把我给放了 冥界之主 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 突然对冥界之神说了一句 你不会背叛我的 对吗 当然不会 冥界之神道 队长 你还不清楚 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半年前 你在二级主城那边救我一命时 我就已经对天发誓 此生只为冥界效忠 永无背叛 话虽这么说 冥界之主 却已经没有之前那么信任冥界之神了 因为他不相信 一诺清诚会无缘无故地 放掉自己的敌人 你暂时先别过来找我了 我担心 这是一诺清诚的计谋 或许你已经被龙族的人盯上了 他故意利用 你来找到我的位置 那队长 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想办法 杀了一诺清诚 冥界之主拳头紧握 目光之中 杀意横生 哪怕是豁出这条命 我也必定要杀了一诺清诚 天启事件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轰隆 强大仇恨的驱使下 冥界之主手中地狱屠龙刀猛然落地 来自元神集装备的巨大力量 赫然把埋藏在地底睡觉的一群地精都给震了出来 哎哟哎哟 那帮地精发出哀嚎 本来正在做美梦的他们 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看到眼下这帮地精 冥界之主突然间想到 自己手里 这把地狱屠龙刀的来源 正是源自于地精族 于是 他抓起一只地精 对着那只地精问道 有没有能够克制龙族的东西 剑刀如剑人 这几只地精虽然并不是此前跟冥界之主交易的地精 但是他们看到冥界之主手里的屠龙刀就立马认出 这个人类 就是他们地精族众所周知的最大交易商 地精族目前70%的资金 都是源自于这个 手持地狱屠龙刀的人类 意识到这个人类的身份 那个地精的态度 立马就变得恭敬起来 大人 您手里的屠龙刀 不就是用来克制龙族的吗 不够 冥界之主说道 我需要更加有效克制龙族的东西 最好用来对付龙族者 能够将他一击毙命的那种 哟 有道是有 可那都是龙族禁物 我们地精族力量薄弱 也没法弄到 当初能够得到 这把地狱屠龙刀的制作图纸 也完全是因为侥幸 但你说的那个 能够用来对付龙族者的东西 我们实在是没法弄到 听言 冥界之主问道 那你告诉我 那个东西在哪里弄 我自己去 事成之后 绝对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听到这话 那帮地精立马就来劲了 其中一只地精说道 相传在地狱城东部 有一座古老的龙族遗迹 那座遗迹里面 埋藏了一个古老的卷轴 那张卷轴 应该会对龙族 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那个地方 叫什么名字 那只地精说道 龙魂殿 冥界之主立即打开地图 展开搜索 确定位置之后 立马骑着九天凤凰 火速前往龙魂殿 直到冥界之主走后 那地精方才跳起来说道 为我还没说完呢 龙魂殿凶险异常 无数人为了其中埋藏的龙族宝物 而命丧此地 大人您要多加小心啊 不一会儿 冥界之主已经骑着九天凤凰 消失在远空中 循着地图指引 很快 冥界之主抵达位于地狱城东部的一处 高达255级的龙族地图 龙魂殿 根据地图上的描述 一千年前 黑暗龙族曾与魔族之间 经历过一场大战 为了对抗黑暗龙族高阶龙王 魔族九大魔神之一的 智神布洛伊以神水作为核心材料 联合坐下三大巫师一起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也练出一张能够有效克制龙族的超神级魔法卷轴 只可惜 卷轴练至成功时 魔族已经大败于黑暗龙族 智神布洛伊被黑暗龙族 黑暗龙王 伊古诺击败 魔法卷轴也落入黑暗龙族手中 黑暗龙族试图摧毁那张能够克制龙族的卷轴 但由于卷轴上拥有神族的力量加持 纵然是黑暗龙族也无法毁灭卷轴 后来 黑暗龙族便将那张卷轴封印在龙魂殿 并且由黑暗龙族七阶毁灭龙王 利家亲自驻守龙魂殿 以免卷轴再次落入魔族手中 会对龙族不利 一边查看着地图上的描述 冥界之主一边坐落在龙魂殿附近 以神族神水作为核心材料 由魔族魔神亲自冶炼而出 连黑暗龙族都无法摧毁 甚至还要派遣一只七阶龙王亲自驻守的魔法卷轴 这张卷轴的威力应该不小吧 冥界之主自语道 即便还没有得到卷轴 冥界之主就已经能清晰地感觉到 只要拿到这张卷轴 身为光明龙族阵营者的一诺倾城将必死无疑 毕竟这卷轴可是七阶龙王都操纵不了的存在 我要拿到这张卷轴 然后亲手杀了一诺倾城 谁敢拦我 我就杀谁 纵然七阶龙王也不例外 说吧 冥界之主手持地狱屠龙刀朝着龙魂殿接近去 第1684章 毁灭龙王 历佳 随着冥界之主靠近龙魂殿 一股股强大的黑暗龙族气息迎面来 手持元神及武器地狱屠龙刀的冥界之主 纵然是知道这龙魂殿里 驻守着一头七阶龙王 也毫无畏惧 因为 虽然迄今为止 冥界之主还从未挑战过七阶龙王 最高也只是途过六阶龙王 但他自认为只是没有遇到七阶龙王的机会 仗着有屠龙刀在手 哪怕真遇到七阶龙王 冥界之主也有信心能够打败他 这张卷轴 我一定要拿到 随着冥界之主 话音刚落 吼吼 一阵震耳欲龙的龙鸣声传来 下一刻 两头体型无比巨大的黑暗巨龙 赫然从龙魂殿内飞跃而出 他们乃是毁灭龙王 利加德布下 LV255毁灭之龙 满极巨龙 气势如虹 以吞天灭地之时 向着擅闯龙魂殿的冥界之主 席卷而来 与此同时 冥界之主手里 地狱屠龙刀泛起阵阵红光 浑身上下也绽放出 隐藏职业刀皇的强大气息 打我者 死 一声爆喝 冥界之主手握屠龙刀 发动领域技能空间转换 滑 冥界之主的身体突然从几十米开外的陆地 一下子闪烁到那两头毁灭之龙 其中一头的跟前 轰隆 手中屠龙刀朝着毁灭之龙的头部 狠狠斩落下去 一声巨响 绊杂着毁灭之龙 发出的一声嘶鸣 顿时 无数红色强光迸发 那毁灭之龙 被冥界之主一刀劈的直朝地面坠落下去 与此同时 其头顶猛然跳起一个高达4.3万亿的巨额伤害 已经被冥界之主升级到S级高等的地狱屠龙刀 对于龙族者拥有的额外伤害加成效果 实在是太高 加上这把元神级武器自身不俗的攻击力加成 使得纵然是255级的龙 也全然抗不住冥界之主的伤害 总血量也只有10万亿的毁灭之龙 一下子就被冥界之主砍掉一小半的血 此时 另外一头毁灭之龙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朝着冥界之主冲来 试图将冥界之主吞噬 而这时 冥界之主发动领域技能 哗 在将要被毁灭之龙吞噬的那一刻 冥界之主再次发动位移 瞬间闪烁至巨龙身后 去死吧 一声大喝 手里的屠龙刀 流光四溢 轰的一声 又是一到4.3万亿的伤害 将第二头毁灭之龙斩落在地 不等那两头毁灭之龙起身 冥界之主坐落下去 一刀斩落地面 轰轰轰轰 一道道红色强光向着四周扩散 不断侵蚀着那两头毁灭之龙 以一道道1.4万亿的高额伤害 顷刻间便将两头毁灭之龙头顶 剩余一半多的血条给清空 两头毁灭之龙的尸体 化作点点能量 被冥界之主手中的地狱屠龙刀吸收 地狱屠龙刀 就是在屠龙的过程中 不断自动升级强化 与此同时 通过此前不断地击杀巨龙 再加上这两头满屠龙的贡献 干掉这两头毁灭之龙后 冥界之主手中的屠龙刀赫然泛起一阵 比之前更加强烈的能量波 丁恭喜你的元神级装备 地狱屠龙刀升级为SS级初等 看着手里比之前威力更强的地狱屠龙刀 冥界之主的脸上浮现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得意 与狂妄 等拿到龙魂殿里的那张魔法卷轴 再加上这把SS级的屠龙刀 一诺清诚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怎么对抗我 此时 前方龙魂殿内 又有好几头毁灭之龙飞了出来 冥界之主抗着屠龙刀 展开攻击 屠龙刀等级获得提升后 威力暴增 原本只能对毁灭之龙 打出最高4.3万亿的伤害 而现在一下子增长到5.2万亿 原本三刀才能砍死一头毁灭之龙 现在只需要两刀就够了 哄哄哄哄 随着一头接着一头毁灭之龙 被斩杀在屠龙刀下 冥界之主步步紧逼龙魂殿 就在将要靠近那座大殿之时 忽然 地面一阵剧烈颤动 哄哄哄 龙魂殿上空 出现三道血紫色的漩涡 紧接着 三道漩涡之中 冲射出三道极光 形成了一座三角矩阵 将整个龙魂殿封锁 不断流动的强大能量 让冥界之主感受到一股前所未见的强大压迫力 此时的冥界之主 仿佛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陈生说道 这就是七阶龙王的魄力吗 来吧 让我看看 七阶龙王的力量 有多强 话音刚落 下一刻 一头浑身流动着能量 仿佛能够吞天灭地一般的紫色巨龙 赫然穿破龙魂殿上空的三道漩涡 出现在冥界之主的视线中 哄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龙的龙鸣 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席卷陆地 连冥界之主都被震退十几步 抬头望去 只见得那头紫色巨龙的头顶 标示着一行金色的ID LV255毁灭龙王 力加 物理系 黑暗龙王九大顶级七阶龙王之一 不管之前的气势有多恢弘 然而到了敌人真正出现 直面七阶龙王的这一刻 冥界之主 还是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畏惧 这丝毫不亚于七星鬼王的压迫感 让冥界之主猛然间想起 上一次自己大败于七星鬼王 寒冰使者 亚瑟手里的情景 冥界之主很快恢复镇定 并自我安慰到 屠龙刀克龙不克鬼 对付不了七星鬼王 并不意味着对付不了七阶龙王 无论如何 今天 我一定要得到那张卷轴 为了能够拿到龙魂殿里 那张对龙族拥有极大克制作用的魔法卷轴 冥界之主 手持地狱屠龙刀 召唤出九天凤凰 骑着凤凰 奋不顾身地 朝着毁灭龙王 力加冲击过去 与此同时 毁灭龙王 力加也发出一声咆哮 席卷着七阶龙王的强悍力量 向着冥界之主飞了过来 而另一边 地狱城内 时间已然来到凌晨 置身在城内 一家旅馆中的张义 却是辗转难眠 心里 莫名的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大事一般 而正在这时 叮的一声 拾荒者那边忽然发来一条消息 哥 你要我找的樱花国的那两个人 我已经找到了 第1685章 冥界的看门狗 上知天闻下知地理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拾荒者这小灵通的绰号 还真不是白叫的 哪怕这是在别的主城 一个让拾荒者陌生的地方 似乎也丝毫不影响他的探查能力 而根据拾荒者探查到的消息称 宫本五藏 与千语千询 正在地狱城西部郊外的 一座荒城之中驻扎 人家在城外 居然都给找出来了 张义不得不对拾荒者感到佩服 荒子 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最大的自豪 莫过于连人称天启新国第一强者的张义 都对自己的特点感到震惊 拾荒者黑黑一笑 很容易啊 虽然出来乍到 我不清楚地狱城的布局 但是地狱城本地人清楚啊 我打着咱们 龙族的旗号 在城内一番打听 也就知道了 众所周知 龙族是一诺青城手下的战队 在一诺青城 为地狱城解决鬼族入侵的危机后 没有人敢对龙族不敬 这时 拾荒者接着说道 哥 你说的那两个人 在地狱城的口碑不太好 据说只因为他们是樱花国的人 这个身份就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地狱城许多家族排斥他们 致使他们平日里不敢在城中休顿 只能在城外找地方栖身 但一些对他们敌意很强的人又总能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位置 现在国战尚未开启 国欲歧视就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张义不仅有些兴起 不过想来也是 毕竟在天启世界降临地球之前 樱花国与新国这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就一直不怎么融洽 这是将以往老一辈所遭受的耻辱 带入到现在来了 所以很多新国人憎恨樱花国 得知这个消息后 张义二话不说 立马大半夜地出了城 骑着小巴 火速赶往拾荒者所说的那座荒城 与此同时 地狱城西部郊外一座荒城之外 在黑暗的笼罩下 一大群黑影正在朝着荒城这边逼近 城内一角搭着一顶帐篷 在这帐篷外面 驻守着一名身着红色铠甲的战士男子 此人正是公本五藏 只见得公本五藏右手 一直放在腰间记挂的一柄长刀的刀柄之上 目光如斥地注视着前方黑暗 打着十分的警惕心 这时 身着洛丽塔时装的御寿师 小罗利千语千询 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他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 对公本五藏说道 我休息好了 公本 你进去休息吧 我来守 公本五藏转面看向千语千询 说道 我不困 公主殿下 你继续睡吧 我来看着就行 你又不是铁打的 你怎么会不困 千语千询更为一眼公本五藏 说道 快去 这是本公主的命令 公本五藏迟疑了一下 突然说道 公主殿下 新国的人对待我们如此不友好 我们帮地狱城的人 对付他们眼中的恶霸民间 他们到头来为了利益 却要如此敌对我们 我们何必还要再待在这新国 不如早点回去樱花国那边自在 我也想回去啊 千语千询在地上蹲坐了下来 抬起手 拿起脖子上佩戴的一条散发着银色微光 看起来有些不同寻常的紫禁项链 难难道 可回国之后 可就升级不了它了 那条项链 在锁骨的衬托之下 十分扬言 等将项链升到SSS级 我们就回去好不好 公本五藏看了眼千语千询佩戴的项链 再看到千语千询满怀期待的目光 只好说道 那好吧 但在那之前 只能委屈公主殿下 风餐露宿了 公本五藏说道 新国的那帮利益者眼中只有利益 我们若是住在地狱城内 只怕处境更加危险 千语千询点了点头 嗯 没事 你快去睡会儿 不然明天的SSS级挑战任务 都没精力帮我执行了 公本五藏领命 是 公主殿下 说着 就在公本五藏 准备进帐篷里休息的时候 就在这时 凭借着樱花国最强战士的超强意识 公本五藏 仿佛突然间察觉到了什么 忽然停下脚步 滑得一下拔刀而起 怎么了 千语千询显然还没察觉到什么 而公本五藏 则是目光如赤地盯着周边黑暗 陈生说了句 公主殿下小心 有敌人逼近 话音刚落 搜 一只暗箭从黑暗之中飞射而来 直取千语千询 凭借着极快的速度 公本五藏突然一下冲到千语千询面前 挥刀刷的一下 替千语千询挡下了暗箭的袭击 然而下一刻 搜搜搜搜 赫然又有无数利剑从黑暗中飞射而来 公本五藏眼底 顿时一抹杀一横生 找死 哄 一声巨响 公本五藏挥动长刀斩落地面 在身前凝聚起一道刀盾 将那些案件全部格挡了下来 紧接着 公本五藏再次挥动长刀 向着前方挥发出一道十字刀光 灌入黑暗 下一刻 伴随着一声惨叫 黑暗中 花花两束白光 冲天起 视线中 一大群玩家 赫然从前方黑暗中冲了出来 那群玩家 头顶ID 魔戒 为首 等级清一色 分布在215-220级之间 并且身上装备精良 一看就并非等闲之辈 而事实上 他们乃是地狱城一大恶霸家族 魔戒 他们明面里 跟冥界没什么关系 但暗地里 实际上跟冥界是盟友 冥界一直以来在地狱城为非作恶 各种烧杀掠夺的行动中 魔戒就暗中帮助过他们不少次 魔戒与冥界 本为同类人 此时 魔戒玩家之中 为首者 一身银色铠甲的222级八转战士男子 魔戒之主 看着公本五藏与千语千寻二人 哈哈一笑道 你们以为你们躲在这里 我就找不到你们了吗 看到来者 公本五藏并没有一丝的惊慌 异常淡定地说道 我当是什么人 原来是冥界的看门狗 哼 能成为冥界的盟友 是我魔戒的荣幸 魔戒之主 没有一点的惭愧 反而以此为荣 紧接着 魔戒之主提起长剑 指着千语千寻 一声利和道 把那条项链交出来 否则 今晚这座城 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公本五藏手握长刀 目光如斥地 注视着前方一众魔戒玩家 浑身上下 战意狂放 且让我看看 你们有多大的能耐 第1686章 人在座 天在看 杀 随着魔戒之主 一声令下 后方 上千号来自于 魔戒的高级玩家 纷纷抄起家伙 向着公本五藏 与千语千寻杀了过来 将千语千寻护在身后 公本五藏手持长刀 对着身后的千语千寻说道 公主殿下 你无需动手 他们 交给我就行 说着 公本五藏面对前方 飞搬来的敌人 眼底 忽然释放出一抹强烈的杀意 杀 画画画 三名魔戒刺客率先杀至公本五藏身后 用隐身术逼近过来 试图从后背突袭公本五藏 凭借着刺客的超高爆发 一套将公本五藏带走 然而 公本五藏抽刀一个360度横扫 先手将那三个刺客全部斩杀 嗖嗖嗖嗖 轰轰轰 面对着漫天飞射而来的法球与利剑 公本五藏的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 快如闪电般 一下子出现在魔戒人群之中 嗖嗖嗖嗖 手中长刀急速挥动 凭借着一手八九千亿的伤害 瞬间将一大块区域内的魔戒玩家 全部斩成白光 魔戒在地狱城 也算是个排得上名号的高级家族了 而且 他们在场的这些人 实力都能达到地狱城一线水准 可 在公本五藏面前 却是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转瞬 死在公本五藏手里的魔戒玩家 已经超过了三位数 然而从始至中 魔戒的人连摸一下公本五藏的机会都没有 后方 魔戒人群之中开始躁动 这家伙 怎么这么强 樱花国的小鬼 也敢在野心国领地上撒野 这里 可不是他们能放肆的地方 说着 魔戒之主继续下令 一队拖住那个公本五藏 二队去劫那个女的 继续给我杀 然而 魔戒的人连接近千语千询的机会都没有 一大群靠近过去的玩家 纷纷被公本五藏一道刀光 斩翻在地 此时 公本五藏以无可匹敌的强者之躯 屹立在千语千询跟前 挥刀指着前方魔戒玩家 陈生说道 我无心冒犯你们新国领土 此次前来新国 只是为了执行一项任务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否则 我不会介意 让你们全都成为 我的刀下亡魂 魔戒之主一声冷哼 别在这给我装清高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跟你明说了吧 把那女的那个项链给我交出来 然后你们打哪来的 就给我滚回哪里去 新国 不欢迎你们 等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自会离开 公本五藏看着魔戒之主 说道 但是作为冥界走狗的你们 没有资格让我滚 还有 公主殿下的项链 是我们樱花国之物 你们也没资格觊觎 好啊 魔戒之主也不废话 那我就送你们回去 说着 魔戒之主 正准备继续下达攻击命令 就在这时 空中赫然传来吼的一声剧烈龙鸣 众人闻声纷纷抬头 只见得远空中 一头巨大的火龙 正朝着这座荒城飞跃而来 一诺清城 见龙如见人 现阶段能够拿龙王当做旗的 纵观全新国区 也只有张一个人了 所以 魔戒的玩家一看到龙 就知道是谁来了 作为冥界的盟友 自知一诺清城 与冥界之主之间 仇恨有多深的魔戒玩家 不由自主地开始感到惊慌 一诺清城怎么会来 谁知道呢 趁着他还没过来 咱们赶紧开溜吧 不然 咱们得像冥界一样 被一诺清城给刷了 言语声中 魔戒之主却是灵机一动 不 一诺清城刚来地狱城没几天 对地狱城这边的布局不了解 他应该不知道 我们跟冥界之恋的关系 话说到这 再看到前面那个难缠的公本五脏 魔戒之主反而突然心生一计 我们干脆利用一诺清城 来对付这个公本五脏 一会儿 我们就用爱国情怀 来诱导一诺清城 让他以为 咱们新国人 遭到樱花国的欺负 一诺清城 一定会站在咱们这边 替咱们解决这个公本五脏的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拍手叫好 队长这昭绝啊 就在魔戒玩家窃窃私语 还时不时露出猥琐笑容之时 队阵的千语千询 有些疑惑到 他们在说什么 不知道 公本五脏说道 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言语声中 千语千询也看到了 浮空中飞来的一团火 只是此时的他 还尚未意识到 这团火代表着什么 千语千询看着巨龙 睁大眼睛 好奇道 好大一只火焰鸟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不是鸟 公本五脏说了一句 而是一头龙 不一会儿 那团烈火 果然朝着荒城坐落 而且坐落的位置 恰好是魔戒玩家 与公本五脏他们之间 好 伴随着一声巨吼 五阶玉火龙王八步坐落在地 张义从龙背上跃下的那一刻 魔戒玩家像是早早排练好的一样 异口同声地高呼 恭迎莫神 而此时 公本五脏跟千语千询 也方才注意到 这骑着龙的人 居然就是之前在万寿岛那边 帮他们执行任务的 新国区光明龙族阵营者 一诺倾城 原来是你啊 千语千询看到张义 莫名有些开心 而这时 魔戒之主直接对张义诉苦 诺神 你来得正好 这两个樱花国的人 在咱们新国地盘上撒野 嚣张至极 他们刚才还杀了不少我队里的弟兄 诺神 你可要为我们新国人出口气啊 随着魔戒之主 话音刚落 魔戒其他玩家 也纷纷跟着七嘴八舌 是啊 诺神 把这两个樱花国的人 赶出我们新国 杀了他们 听言 千语千询 有些匪夷所思道 喂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啊 明明就是你们先来招惹我们的 我们只是被迫反击你们而已 那不然就站着让你们打吗 反观公本五脏 他就要理性得多 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公主殿下 不需要跟他们解释 你们新国有句古话叫做 人在做 天在看 然而此时 张义却是露出一个 仿佛已经看透一切的笑容 对魔戒之主说道 哦 是吗 魔戒之主连连点头 是啊 是啊 莫神你快杀他们 绝不能让我们新国人丢脸啊 好 那我就替天行道 张义一声轻语 下一刻 突然提起全杖浴火审判 轰隆 在空中打开一道龙影结界 紧接着 轰轰轰轰 无数火龙从结界中冲出 瞬息之间将魔戒玩家吞噬 第1687章 空间卷轴 啊 在一阵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中 大块区域内 被火龙覆盖好几十个魔戒玩家 纷纷被打得 只剩下一点血 此时 魔戒之主大惊失色道 诺神 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 敌人在那边啊 连宫本五藏 与千语千询两个人 都有些惊讶 没搞错啊 张义看着魔戒玩家 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的敌人 可不就是冥界吗 我很清楚 魔戒之主挣了一下 连宫说道 我们是魔戒 不是冥界啊 张义看着魔戒之主头顶的ID 无奈道 你就差把冥界之主 是我爹这几个字写在头上了 你是不是真以为 我刚来地狱城 所以对于你们地狱城的局势 一点都不了解 原来 若晨跟林倩早就 在群里提醒过八大家族的人 需要注意地狱城这边 哪些跟冥界走得近的家族势力了 而让张义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魔戒了 这魔戒 几乎就是照搬冥界 什么魔戒之主 魔戒之神 魔戒之王 人家小说里 都不敢这么抄名字的 所以 张义看到这帮魔戒的玩家 就知道他们 是冥界的走狗了 自知已经瞒不下去了 也知道以自己跟手下 这帮人的实力 如果敌对身为 光明龙族阵营者的 一诺倾城 到最后 必定是死的连渣都不省 于是 魔戒之主在惊慌之余 赶忙说道 可我们终究都是新国人 难道你要帮着两个外国人 来对付自家人吗 何况 他们还是樱花国的 你们应该感谢自己 生在新国 否则这个时候 就没有机会 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 张义看向那帮 刚刚被他攻击 却有意开启了 索写保护模式 而被打得 剩下一点血的魔戒玩家 眼底忽然绽放出一抹杀意 这次不杀你们 是因为 我不会站在 樱花国的立场上 来对付我们新国人 下次如果让我看到 你们与冥界为伍 我就拿你们 喂我的龙 好 张义身旁的巴布 听到这话 兴奋地发出一声咆哮 吓得前方那群 魔戒玩家 纷纷后撤 身为一名新国人 张义自然有着 新国人的血性 纵然知道 魔戒就是 也不会用这次机会去杀他们 因为这样 换个角度来看 就等同于帮助 公本五藏 跟千语千询 这两个樱花国的人 来对付自己新国人了 滚 随着张义一声怒喝 魔戒的人虽然心有不甘 可是也无计可施 谁让这次他们的对手 是张义呢 哪怕是星辰殿 他们也绝对不会退让 而张义只需要一人 就足以震慑他们整个战队 于是 魔戒之主只能咬紧牙关 一声令下 撤 只带魔戒的玩家迅速撤离荒城 这时 身后传来公本五藏的说话声 为什么要帮我们 张义转身 看着公本五藏 与千语千询二人 也是开门见山道 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是怎么跨越国界 从樱花国来新国的 又是怎么做到在新国长存呢 听言 公本五藏问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要留在地狱城 张义直言不会道 然而 公本五藏却还在为之前张义 差点杀了千语千询之事 而对张义心存借地 他有一说道 这是我们的秘密 不方便告知外人 就在这时 千语千询忽然来到了张义面前 对张义说道 你之前帮我完成了任务 刚才又帮我击退了敌人 那不如我们之间的那些不愉快 就此一笔勾销吧 作为回报 我可以帮你留在地狱城 公主殿下 一旁的公本五藏显然有些不理解 也在试图劝阻千语千询 但是千语千询却没有听劝 而是转面看向公本五藏 对他说道 公本 把他拿出来 如此看来 让他们从樱花国来到新国 并且能够长存于新国的关键之物 在这个公本五藏身上 公本五藏还是有些迟疑 公主殿下 卷轴只有两张 本来是用作我们回去的 你要考虑清楚了 没事 千语千询不以为然道 反正要不了多久 国战应该就要开启了 到时候不用卷轴 我们也能随时随地回去 见得千语千询态度坚决 公本五藏也只要打开空间背包 从包里取出一张魔法卷轴来 原来 他们从樱花国跨国来到新国 靠的居然是魔法卷轴 张义有些不可思议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魔法卷轴 居然能直接让玩家跨越国域 直到公本五藏拿出一张卷轴 递到张义面前来 看到卷轴详细描述的张义 这才明白过来 空间卷轴 超神级魔法卷轴 效果 使用后 可选择指定国域 或者指定城池 进行空间传送 并且传送之后 将以传送地点 作为常驻地 好家伙 居然是超神级魔法卷轴 要知道 就算是张义 这一世 重生到现在以来 也才只得到过一张超神级的魔法卷轴 那就是 当初用来对付黑暗龙王 伊古诺的 芙蓉印 而这个公本五藏 根据他刚才自己说的 这样的空间 卷轴他居然有两张 而且 他们从樱花国来到新国 肯定也用了两张 说明前后加起来 他们有四张这种超神级的卷轴 似乎是看出了张义的震惊 千语千询说道 当初在我们樱花谷那边 我的家族在野外开荒到了一个神秘领域 后来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将它攻破 这些卷轴 都是在那个领域里得到的 使用这张卷轴 你就可以留在地狱城了 看着公本五藏 递到面前的卷轴 张义将其接过 然后对着二人说了一句 谢谢了 看到这个千语千询 可以这么不计前嫌地 直接将一张超神级的魔法卷轴送给自己 此时的张义 在想到之前 自己差点杀掉他的那一幕场景 不觉有些惭愧 千语千询 倒是十分大方地说了一句 不客气 没有你的话 我之前在万寿岛的那个任务 也完成不了 此时 张义倒是突然想到一个 让他感到有些好奇的问题 你们 为什么要来新国 因为 不等千语千询说下去 公本五藏忽然接过来说道 听说新国的一级主城地狱城风景很美 所以我们只是想过来一堵风采 这个牵强的解释 张义着实是想笑 他倒是很想问一句 不同国域的天启主城布局各不相同 而且这些在国战开启之前 都属于隐秘信息 他是从哪听说地狱城风景美的 公本五藏显然是怕千语千询说漏了嘴 而故意有所隐瞒 不过对此张义也没有拆穿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至于人家怎么想的 他也不多管闲事了 顿了顿 张义对二人说道 你们回地狱城休顿吧 我会以我的名义 对地狱城的人发布通告 让他们不再找你们麻烦 听到这话 千语千询喜出望外 真的吗 第1688章 叛国贼 一诺倾城 拿到空间卷轴后 张义便先一步骑着龙离开了荒城 只带张义走后 宫本五藏问道 千语千询 公主殿下 你为什么要帮助这个新国人 他之前还差点亲手杀了你 但结果是 他并没有杀我 千语千询 仿佛丝毫没有将之前的 是放在心里 因为在他看来 是因为他先骗了张义 是他有错在先 顿了顿 千语千询接着说道 而且你没觉得这个人 有些与众不同吗 没看出他有三头六臂 他也就是一个人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欺负过公主殿下的人 宫本五藏都不会再对他提起好感 千语千询的眸子里闪过一丝钦佩之色 他的气场明明很强大 可表面看起来却很平易近人 没有大多数强者本该有的高傲 反而十分低调 宫本五藏心想 你管这个骑着五届龙王到处飞 一言不合就要拿活人喂龙的叫低调 事已至此 卷轴都已经送出去了 也就罢了 宫本五藏转移话题说道 宫本五藏看着千语千询戴在脖子上 散发着银色微光的紫金项链 说道 千语千询捏着项链 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知道 我刚才也没打算把我们来新国 是为了执行项链升级任务的事情 告诉一诺倾城 本来想着 就说 既然有这个卷轴 就来新国主城搜集一些创建主城的材料的 你那个解释 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居然说 我们是来地狱城看风景的 反正他也没怀疑 宫本五藏理直气壮 千语千询则是摇了摇头 你们真是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顿了顿 千语千询接着说道 宫本 我们去地狱城吧 宫本五藏已经说了 他会发布全城通告 还是再等等吧 宫本五藏有些放心不下 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万一他是骗我们的 回了城再想要出来 可就难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张义回到地狱城后 立马捏碎了刚刚宫本五藏 给予的那张超神级魔法卷轴 空间卷轴 丁尼使用了空间卷轴 请选择即将前往的国家 张义面前 立即出现一道选项框 上面标示着天启世界 全球范围内 两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域名 以张义现在的实力 随便前往一个小国 说不定发展一番 敢在国战之前 能成为一方国王 这么一张能够用来 跨国的超神级魔法卷轴 作用在本国领域跨城上面 虽然是有些浪费了 但也是别无他法了 于是 张义选择新国地狱城 华 白光闪过 张义被传送到城中央位置 丁尼为你传送完毕 即刻起 新国地狱城将作为你的常驻地 死亡 或者使用回城卷轴时 你都将在地狱城重新降生 留在地狱城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 张义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因为这样 就不用再担心 明天会被强制传送回曙光城 韩雅柔 明鉴 领域技能的事情 张义将有大把的时间 在地狱城一个一个解决 而这一切 都归功于千语千询 跟攻本武藏 此时 张义想起之前 对攻本武藏他们的允诺 便打开地狱城聊天区域 准备发布通告 然而就在这时 张义却是恰恰看到 许多匿名玩家在地狱城公屏上发布着诸如此类的信息 一诺青城背信弃义 背叛我们国人 帮助樱花国的人 对付我们新国自家人 大家都别再相信一诺青城了 他就是我们新国的叛徒 一诺青城是樱花国的狗腿子 大家快看 这是证据 后面 甚至有人 在聊天区里 贴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仅有短短几秒 内容也就是 张义站在攻本武藏 与千语千询的立场上 释放技能攻击魔界玩家的那一幕 看到这个被人恶意剪辑的视频 张义笑了 这些匿名者不用脑子 想也知道他们是谁 只是张义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会利用这种断章取义的视频 来诬陷张义 试图让张义 沦为地狱城所有人眼中的叛国贼 此时 下面许多地狱城玩家也出来发言了 真的假的 一诺青城 真的在帮樱花国的人 对付咱们新国人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魔界跟冥界结盟的 一诺青城仅仅只是为了报复他们两家 而并非是在帮那两个樱花国的人 而且这种剪辑过的视频能看出什么 大家不要断章取义 发视频的敢不敢将从头到尾完整的视频发出来 给我们看看 是啊 发完整视频 让我们看清楚事情的真相 如此看来 地狱城的人倒不是那么的无脑 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视频片段 就轻易去相信魔界的言辞 而对此 魔界的那群匿名者 却是以视频就录了这么多 并非恶意剪辑为由 阻断了玩家们要看完整视频的请求 就在这时 聊天区里突然出现一人 赫然将张义对敌魔界的完整视频给发了出来 公本五藏 LV2258战士 樱花国 你们要的完整视频 在这 录制视频 无数吃瓜群众 纷纷点开公本五藏消息里的视频 果然发现 那是一段从头到尾 长达三分钟的视频 视频以录制者千语千询作为第一视角 从魔界玩家发动突袭的时候开始的 其中包括魔界之主 一来就直接威胁公本五藏他们 让他们交出项链 以及为了抢夺项链 而恶意对公本他们发起袭击 公本为了自保而展开反击 然后张义齐龙赶来 魔界的人企图诬陷公本他们 被张义识破 再被张义反打一波这些内容 完完整整的视频 才让地狱城的所有玩家都明白了这件事的真相 所以接下来所有人的矛头 全都一下子指向了魔界 第1689章 黑暗中的影子 靠 差点被魔界的人给误导了 原来是他们想要抢人家东西 对啊 居然还骗一诺清城 试图利用一诺清城 来帮他们对付那两个樱花国的人 而且一诺清城 甚至都没有杀他们 放了他们一命 他们这会儿 居然来反咬一口 诬陷一诺清城 差点害得我都信了 一诺清城是叛国贼了 妈的 魔界的真不要脸 真给我们新国人丢脸啊 魔界的垃圾们 快滚出地狱城吧 你们真不配做 我们新国人 魔界的人 被地狱城各路玩家 骂了个狗血淋头 而龚本武藏出面 为自己澄清的这一幕 也是让张义有些惊讶 没想到 这个千语千询 居然还录制了视频 要不是 他这段视频 只怕张义还真有口莫辩 要成为魔界口中的叛国贼了 魔界的人 一件事情败露 便一下子全都消失了 不再出现在地狱城公屏里 而地狱城的玩家 一边谩骂魔界的同时 一边也在称赞着张义 一诺清城干得漂亮 既没有被魔界所误斗 也没有失去我们新国人的血性 没有帮着樱花国杀我们新国人 细节满分啊 不愧是我们新国第一战神 借此机会 张义正好在地狱城公屏里发表言论 一诺清城 LV2348转龙魂师 人家虽然来自樱花国 但并没有对我们新国带来任何威胁 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们新国的事情 国恨不能忘 但 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人 希望各位地狱城的兄弟姐妹们 能给我一诺清诚一个面子 不要再为难这两位樱花国的友人 在前面完整视频的有效冲击之下 张义的爱国情感 以及君子之气 已经被深深烙印在了地狱城玩家眼里心里 所以后面这话一出 立马就引起了无数玩家的共鸣 我支持一诺清城 其实我早就有过了解了 那两个樱花国的人 一个多月前来到我们地狱城 他们确实没有做过任何对我们新国不利的事情 甚至在前段时间 冥界压迫我们的时候 他们还帮我们对付冥界 是啊 可总有些人要一棒子打死所有樱花国的人 樱花国可恨 国仇不能忘 但他们也有好人啊 啥呀 楼上的你还是太单纯了 人家不是要一棒子打死所有樱花国的人 而是图人家身上的项链 听说那个樱花国小萝莉身上的项链不一般啊 别想了兄弟们 再不一般也不是咱们的东西 咱们要是看到人家有好东西就要抢 这跟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 公本五藏 你们来地狱城吧 只要你们新政 我们就欢迎你们 此时 公本五藏也在公屏上说了一句 谢谢 而张义这边 在关闭地狱城聊天见面后 内心一股杀意 油然而生 机会已经给过你们一次了 既然你们不知道珍惜 那就准备从地狱城 消失吧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地狱城外 LV25五野区龙魂殿 轰隆 伴随着一声巨响 在炙热的龙烟的剧烈冲击之下 冥界之主被震退数十步 手握屠龙刀 目光如斥地盯着前方 飞跃在龙魂殿上空的紫色巨龙 毁灭龙王立家 冥界之主紧咬牙关 再战 哗哗哗哗 冥界之主发动领域技能空间转换 通过不断地位移 从不同的方向连续进攻毁灭龙王 哄哄哄哄 毁灭龙王立家周身 强光不断 头顶上空 一道道紫色漩涡之中 不断射出极光 持续攻击着冥界之主 如此强烈的攻击之下 冥界之主根本没有靠近毁灭龙王的机会 他的每一次位移 都能被快如闪电般的极光 准确捕捉到位置 一道道强光 不断攻击着冥界之主 顷刻间 冥界之主便被打残 再次退回到了几十米开外 哗 震耳欲龙的龙鸣声中 冥界之主抬头看着 威严不可侵犯的黑暗龙族七阶龙王 这一刻 才明白自己的实力 与七阶龙王的差距有多大 他原以为 仗着元神及武器地狱屠龙刀 就能够肆意屠杀七阶龙王 但事实证明 是他一想天开了 七阶龙王的力量 远比他想象中的要强悍数十倍 但是 能够在毁灭龙王利家手里 撑过好几个回合不死 这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可恶 冥界之主 盯着助手在龙魂殿外的毁灭龙王 心中纠结万分 打又打不过 彻又不甘心 因为能够用来对付 仪诺清城的东西 就在这龙魂殿里 这一次 他必须要拿到这个东西 才能对付仪诺清城 一血前耻 对于这近在眼前的东西得不到 别提冥界之主有多不甘心了 就在冥界之主考虑要不要再战的时候 之前一直处于防守状态的毁灭龙王利家 突然发起了主动进攻 好 毁灭龙王发出一声咆哮 以低沉而充满威慑的声音 开口说道 区区凡人 也敢挑衅本皇威严 唯有毁灭 才是你的最终归宿 让本皇送你一程吧 说吧 毁灭龙王身体四周 无数雷电不断易动 一股股强大的能量不断从四面八方挥入到毁灭龙王体内 与此同时 毁灭龙王利家张开血盆大口 对准冥界之主 从腹部开始 一股肉眼可见的红色能量开始朝着嘴巴汇聚 而在冥界之主身体四周 则是出现无数强光 形成一道牢笼 将冥界之主束缚 在这牢笼之内 冥界之主甚至发现连领域技能都无法使用 七阶龙王的力量 完全压制冥界之主 让冥界之主毫无反抗之力 此时 冥界之主感受到了绝望 唯有在这牢笼之中 静待死亡 然而就在这时 龙魂殿内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住手 伴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毁灭龙王利家 突然就停止了蓄力 冥界之主有些茫然 放眼望去 愕然见得龙魂殿大殿之内 徐步走出一道人影 由于此时已是黑夜 加上距离太远 冥界之主看不清那个人影的具体面貌 只能看到 对方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袍 住立在龙魂殿外 正是他的一声命令 让毁灭龙王利家 停止了动作 下一刻 出现了让冥界之主 更加不可思议的一幕 只见得毁灭龙王利家 从空中坐落到了那个黑影身边 赫然以沉浮的姿态 对那黑影俯首称臣 第1690章 提取元素之力 冥界之主 被眼下这一幕惊呆了 这毁灭龙王利家 可是一头七阶顶级龙王啊 那个黑影 究竟是什么身份 居然能让黑暗龙族 一头七阶龙王 为之沉浮 正当冥界之主 无比震惊的时候 坐落在黑影身旁 以沉浮的姿态 对黑影俯首的 毁灭龙王利家 已充斥着一股尊敬的语气 对黑影沉生说道 大人 为何不杀此人 因为 我要亲自解决它 说着 黑影朝着这边的冥界之主 漫步走来 每一步 对于冥界之主来说 都是充满了威胁 虽然不知道 这黑影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但是 冥界之主明显能够感觉得到 对方的气场有多强大 仿佛对方弹指尖 就能叫冥界之主 灰飞烟灭 能够让一头七阶龙王 为之沉浮的人 冥界之主也知道这个人 绝对不是自己能够招惹的气 毕竟 本来一头七阶龙王 就已经对付不了 再加上这么一个 能够操纵七阶龙王的人 要是再跟他们打下去 冥界之主 只怕活不过一秒钟 这个时候 冥界之主 终于没有了之前的强硬态度 而是放低自己的姿态 对着黑影说道 我并无心 冒犯你们黑暗龙族的领地 今日前来此地 仅仅只是 为了取得你们龙魂殿内的一张卷轴 冥界之主 看着威严不可侵犯的毁灭龙王立家 还有让毁灭龙王都要敬畏三分的黑影 只能低声下气地说道 我也是一时心急了 如有冒犯 还请二位海涵 听到这话 那黑影突然停下了脚步 咒诅于原地 对冥界之主问道 你要那张卷轴 做什么 杀爹 冥界之主此刻的脑海里 全都是张义的影子 他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要亲手杀死张义 我要用他去杀一名龙族者 冥界之主说道 而且你们放心 我要杀的是光明龙族者 对你们黑暗龙族来说 也是一件有利无害的事情 只要你们愿意把那张卷轴给我 不论你们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回想起此前在张义手中所受过的屈辱 还有自己 现在如同过街老鼠般的处境 冥界之主咬着牙 道 哪怕是要我的命 我也给 你的命 对我没用 黑影说道 说说看 你还有什么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用来动我交易 冥界之主看了看手里的地狱屠龙刀 狠下心来 一咬牙说道 我身上价值最高的 就是这把元神级装备 地狱屠龙刀 等你们把卷轴给我 我杀了那个光明龙族者之后 我把这把刀奉献给你们 没想到的是 对方对冥界之主 手里这件元神级装备 居然丝毫不感兴趣 我要这把刀何用 图谁 图我自己 就在冥界之主 束手无策之时 那黑影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猛然心头一震 道 好强的元素气息 说着 黑影对冥界之主说道 你的身上 为什么会有一股 精细元素之息 精细元素之息 明界之主 自己都是听得一脸猛逼 随而马上想到 难道他说的是 自己身上的隐藏职业 刀黄 天启世界内的 大多数隐藏职业 都对应着一种元素之力 就比如 一骑绝尘的职业雷霆骑士 对应的雷系元素 能够掌控雷霆之力 特点在于攻击范围扩大 并且能够麻痹敌人 行天的鬼剑是 对应的暗系元素 能够掌控黑暗之力 特点在于爆发力强 胖子的裁决者 对应的精细元素 特点在于控制力强 而冥界之主的职业刀黄 亦是属于精细元素 刀黄这个职业 控制力也很强 从之前一个刀黄大阵 就能困住一骑绝尘这点 就足以看得出来 天启世界的元素 总计精 木 水 火 土 雷 光 暗八种 而大多数隐藏职业 都只有一种元素 只有那种极其稀有的隐藏职业 或许能够同时拥有多种元素之力 就比如张义的龙族隐藏职业龙魂师 同时包含了金木水火土 这五种元素 可谓是隐藏职业中的天花板了 所以 张义的职业 能够同时操纵火焰之力 浴火龙魂 治愈能力 嗜血龙魂 控制之力 寒冰龙魂 土房 守护龙魂 谁免 霸王龙魂 等 后续等张义进阶 成为超神级龙魂师 或许还能够解锁其他的三种元素 能够掌控的元素力量 会比现在更强 另外 胖子的裁决者 等后期晋升为神决者后 也将进化为五元素职业 意识到黑影所说的元素之力 可能是与自己的职业有关 冥界之主便说到 我有精细元素隐藏职业 刀黄 原来如此 那黑影突然说道 就用你的职业进行交换 怎么样 冥界之主正了一下 职业 怎么交换 我有办法 能够提取你体内的元素之力 黑影说道 前提 需要你的配合 冥界之主迟疑了一下 元素之力被提取之后 会怎么样 你的隐藏职业能力 会逐渐退散 直至消失 什么 刀黄 这可是冥界之主花费无数心力 费尽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才刚得到不久的隐藏职业 就这样把他给奉献出去 冥界之主心有不甘 可 为了能够对付张义 他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区区隐藏职业 又有何妨 于是 冥界之主仅仅只是犹豫片刻 便答应了黑影 好 我答应你 我用我体内的隐藏职业 跟你作为交换 但是 能否再宽限我几天 因为我需要用这个职业的力量 去对付那个光明龙族者 等杀了他之后 我再将你要的元素之力给你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屠龙刀 魔法卷轴 隐藏职业 一样都不能少 这样 到时候冥界之主才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杀死一诺清城 而这时 黑影却是说道 放心 失去元素之力后 你的职业能力 不会马上消失 而是会逐渐退散 直至消失 至少三天之内 你依旧可以使用职业原有的力量 听言 冥界之主便不再犹豫 好 那现在就开始吧 第1691章 天节 魔龙咒 与黑暗中的那个黑影约定后 以隐藏职业刀黄的元素之力 换取藏匿在龙魂殿内的魔法卷轴后 在黑影的一生命令之下 其身旁的毁灭龙王利家 赫然张开血盆大口 从嘴里吐出一道龙溪 龙溪蔓延至冥界之主跟前 赫然幻化出两张魔法卷轴 其中一张外表闪烁着金光 看起来便是不凡之物 而另外一张则是泛着黑光 看着像是不祥之物 此时 黑影对冥界之主说道 先用左边那张 右边的自会解封 原来 左边的黑色卷轴 是准备用来提取冥界之主体内的元素之力的 而右边的金色卷轴 正是埋藏在龙魂殿内 也就是冥界之主 此番前来想要寻找的 能够有效对付龙族者的魔法卷轴 那黑影用这个办法 有效消除了冥界之主 担心自己交出元素之力 却拿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的忧虑 同时也避免了冥界之主 拿到魔法卷轴后 直接开溜 于是 冥界之主拿起了左手边的黑色卷轴 接触到卷轴的那一刻 冥界之主赫然感觉到体内阵阵力量正在流失 无数的光辉 从冥界之主体内汇入到黑色卷轴之内 不一会儿 冥界之主便感觉到一股虚弱 随着元素之力被抽取 那黑色卷轴也被毁灭龙王隔空收回 然后交到了黑影手中 而冥界之主 则是顺利拿到了他心知所想的魔法卷轴 与此同时 突然 一道系统提示 从天而降 国语公告 新国 丁公喜 魔族 地狱城 玩家 冥界之主 获得元神级魔法卷轴 天节 魔龙咒 听到系统提示的这一刻 魔界之主看向手里的魔法卷轴 顿时陷入一阵不可思议 因为他原以为 被封印在龙魂殿内的卷轴 会是一张超神级的卷轴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居然是一张品级凌驾于超神以上 达到了元神级品质的魔法卷轴 让冥界之主所不知道的是 一千年前 为了对抗黑暗龙族魔族九大魔神之一的智神 布罗伊联合作下三大巫师一起 以神水作为核心材料 历时七七四十九天 也练出天节 魔龙咒 而这张卷轴 起初刚被制作出来时 的确是一张超神级的卷轴 可由于这张卷轴上面沾染了神族力量 在这股神力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 卷轴的威力会随着时间的增长 而变得越来越强 经过一千年的沉淀 这才已经从超神级自动升级为了元神级 此时冥界之主方才醒悟 怪不得自从这张卷轴落入黑暗龙族手中之后 黑暗龙族居然派遣一头七阶龙王 来驻守这张卷轴 话说到这 在看到手中卷轴上面注视的详尽效果描述时 冥界之主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 有了这张元神级魔法卷轴 我看你拿什么来对付我 哈哈 一诺倾城 你的死期到了 准备好受死吧 然而这时 冥界之主同时也看到了 卷轴下方还有一条被注 发动该卷轴者 自身将受到复活机会上限三的惩罚 这条被注 让冥界之主梦了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还有副作用呢 冥界之主匪夷所思道 按道理 天启世界哪怕是威力再强 品级再高的魔法卷轴 也不应该有任何副作用的 这样的话 谁还敢用卷轴 龙魂殿下 黑影说道 这张卷轴被封印了太久 长期受到黑暗的腐蚀 所以使用它 必须得付出一些代价 怪不得对方这么轻易的 就将卷轴交给了冥界之主 可是已至此 别说是复活上限减少三次 哪怕是减少五次 冥界之主也要用它 临走之前 冥界之主还是没忍住 将内心的疑惑问了出来 能不能问一下 你要这个元素之力干什么 毕竟以对方连七阶龙王都要敬畏三分的身份与地位 冥界之主着实想不明白 他要这个元素之力 有什么用 然而 那黑影却是冷声说道 这不是你该问的 既然已经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那快离开这里吧 说吧 黑影转身 迈入龙魂殿 而毁灭龙王力家 也消失在了空中的漩涡之中 只待四周恢复一片寂静 冥界之主 也揣着魔法卷轴 天结 魔龙咒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龙魂殿 而随着系统发布全服公告 这一刻 全新国的玩家都躁动了起来 即便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深夜 无数正在睡梦中的人都被惊醒 尤其是地狱城这边的人 我没听错吧 元神级魔法卷轴 我是在做梦吗 天哪 这冥界之主 是从哪里搞到元神级魔法卷轴的 之前得到元神级装备的是他 现在得到元神级魔法卷轴的也是他 这就离谱 关键是 明界之主 现在不是都已经沦落到 被一诺清城全城通杀 到处逃窜的地步了吗 他是怎么有机会 拿下这个元神级卷轴的 谁知道呢 就像当初他得到 那把元神级武器地狱屠龙刀的时候一样 你又能知道 他的屠龙刀 是从哪来的 让明界之主那家伙 得到了这么强的魔法卷轴 我总感觉 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就在地狱城内城外的玩家们 彼此之间议论纷纷之时 此时正在城内 刚进入一家旅馆准备休息的张义 也收到了家人群里传来的消息 剑圣 绝了 这明界之主 是真能蹦的 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蹦来蹦去 咱们硬是找不到 他猫在哪不说 他居然还有功夫 去搞了张元神级的魔法卷轴出来 黄无极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战国 吕布 一 只怕明界之主 得到这个卷轴 接下来没什么好事 七月流火 at e no清城 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他这个卷轴 明显是要用来对付你的 Sty 主神 我看也是 天结魔龙咒 肯定是对龙族不利的效果 不止张义 我们接下来都要小心了 这明界之主 只怕是要准备大干一场了 与此同时 张义这边 则是感到一丝兴起 天结 魔龙咒 为什么这个魔法卷轴的名字 听起来这么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第1692章 魔界之主的道歉 张义的脑海里 迅速一番回响 不一会儿 他终于想起来 是在哪里听到过 这个魔法卷轴的名字了 上一世 因为上一世后世 为了抱取龙血卷轴残卷 张义与牧尘 还有新国各路强者玩家 一起征战黑暗龙族 九大龙王 张义记得其中 在征战 毁灭龙王 丽家子的时候 后来有人曾经在丽家的驻地里 找到过一张名为 天结 魔龙咒 等魔法卷轴 对 没错 就是这个卷轴 张义也想起 当时他们费尽心机 击杀毁灭龙王丽家之后 只是拿走了丽家 爆出来的龙血卷轴残卷 并没有意识到 在毁灭龙王丽家的驻地里 居然还埋藏着一张 原神级的魔法卷轴 后来 地狱城的一支开荒队伍 无意中在毁灭龙王丽家 曾经的驻地里 找到了这张 封存已久的魔法卷轴 再后来 从毁灭龙王驻地里 挖到卷轴的那个家族 直接用那张原神级的卷轴 跟当时的新国第一世家 天阁 交换了一座二星级的主城 记得当时那张原神级魔法卷轴 被地狱城其他家族发掘到 并且公之于众 卖给天阁的时候 张义跟牧尘他们 可都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 因为如果当时张义他们仔细一点 杀掉毁灭龙王丽家之后 再检查一下他的驻地 那么得到那张卷轴 得到一座二星级主城的人 就会是他们了 所以对于这张魔法卷轴 张义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刻 张义不知道那张卷轴的具体效果是什么 他只记得 上一世 天阁 队长 那时候还并没有多大名气 也并没有成为封号战神炼狱法王的七月流火 再以一座二星级主城作为置换 得到天结 魔龙咒 后 他使用这张卷轴 在一场国战中 灭掉了当时新国最强大的敌国之一 天国的一名黑暗龙族阵营者 七月流火 自此一战成名 成为了新国所有人眼中的盖世英雄 并且在此之后 他随着名气慢慢地越来越大 也在新国玩家的奉献之下 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 最后越来越强大 直至成为了新国最强 也是唯一的一名封号战神 炼狱法王 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国战开启之后 天启世界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时代 弱肉强食 只有强国才能生存 弱小的国家 只有被灭掉 或者被其他大国吞并 所以 当时七月流火 引领新国战败 此前长期欺压着新国的 天国之后 新国的人 就开始极限培养七月流火 后来事实证明 七月流火的确不负众望 越发强大之后 也带领着新国 在一次次的国战战役之中 取得一次次优异的战绩 最后使得新国一跃成为了天启世界 无数国家不敢觊觎的三大支强国之一 当时七月流火 只能算是新国一个排行前五的高手 还没有太大的名气 仅仅凭借着这么一张魔法卷轴 赫然能够反杀天国 一名黑暗龙族阵营强者 大败天国 由此可见 这张卷轴的威力 绝对不容小觑 可 上一世是在毁灭龙王丽家被杀死之后 这张卷轴才问世的 那眼下明界之主 是怎么得到这张卷轴的 难道他杀死了毁灭龙王丽家 没可能 且不说明界之主 根本没可能是七阶龙王的对手 退一万步讲 即便他真的杀死了毁灭龙王 击杀七阶龙王 也必定会触发全服公告 而事实证明 并没有任何公告出现 说明明界之主 并不是通过击杀毁灭龙王的手段 得到的这张卷轴 龙魂殿内 一定隐藏了某种内幕 不行 我得去看一看 也许明界之主得到卷轴后 还尚未离开那里 在那里能找到明界之主 张义记得 上一世他是在地狱城的龙魂殿地图内 击杀的毁灭龙王 所以 明界之主必定是在龙魂殿里找到这张卷轴的 可是张义突然间 又迟疑了 上一世 七月流火凭借着这张魔法卷轴 击败了天国那位不可一世的致强者 黑暗龙族阵营者 说明这张卷轴对龙族者拥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甚至有可能 是能够对龙族者造成一击必杀 而且永久无法复活的那种效果 若真是这样 张义这时候去找明界之主 岂不是自寻死路 不行 得等等 此事得从长计议 绝不能大意 反正张义已经得到了永久留在地狱城的权利 想要对付明界之主 后面有的是时间跟机会 不急这一时 黑夜转瞬即逝 转眼便是天明 一早 张义一觉醒来 突然接收到一条好友申请 而且对方的ID 不由让张义眼前一亮 丁玩家 魔界之主 通过ID搜索申请 添加你为好友 呦 这不是明界之主的儿子吗 张义饶有兴致地自语了一句 随而顺手就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刚一通过申请 魔界之主就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成哥 成爸 成爹 饶了我吧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张义倒是一头雾水 大兄弟 怎么了这是 魔界之主接着说道 你 你让你的人放了我吧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给明界卖命 再也不会做任何对你们龙族不利的事了 再有此类 生儿子没鸡鸡 生女儿没屁眼 正当张义一脸疑惑之时 叮咚 他突然收到来自于剑圣的视频聊天申请 只当张义接受了视频 画面里 当即出现剑圣那张帅气逼人的大脸盆子 只见 他一剑架在某人的脖子上 对张义问道 老张 这货怎么处置 你给我个意见呗 好家伙 原来剑圣剑下之人 正是魔界之主 以及周围 还有剑阁与战国的人 正将魔界的一团俘虏 团团包围 怪不得这魔界之主 加张义好友请求饶命 原来他们这是 落入剑阁跟战国手里了 顺着剑圣开启的视频 被迫跪在地上的魔界之主 对着视频这边的张义 苦苦求饶 成爹 我真的知道错了 昨晚我不该发那个断章取义的视频来诬陷你 我真是糊涂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吧 好说好说 张义说道 知错能改 就是好孩子 看在你态度诚恳的面子上 我原谅你了 正当听到这话的魔界之主 欣喜万分的时候 张义又接着说道 不过前提是 把你们战队所有资源全部上交 另外 解散战队 做不到的话 那就让上帝去原谅你吧 我可以勉为其难地 叫我兄弟送你去见上帝 第1693章 国战可以输 一诺倾城必须死 张义提出的要求 让魔界之主顿时脸色铁青 然而 为了活命 他也只能照做 将魔界的所有战队资源 全部交给了剑圣跟战国旅部 甚至连身上的装备 都被剑圣扒了个金光 才得以保全性命 最后 只穿着一条裤衩 跟魔界的一帮 同样只剩裤衩的小弟们 灰溜溜地跑了 视频里 剑圣忍不住对张义说道 我本来想着 把他们全都杀了 也就一聊百聊 没想到老张 你这招更狠 废了人战队 夺了所有资源 每个半年 都缓不过来这股劲 估计那魔界之主下半辈子 都要活在阴影里了 通过视频 张义突然觉得 剑圣身后的这个地方 貌似有些眼熟 亡灵一戒 张义若有所思地说道 剑圣有些诧异 这你都能看出来 火眼金睛吧 还真被张义猜对了 剑圣他们脚下 真是张义之前 带着冥界之神去过一次 拥有死亡原地复活限制的地方 亡灵一戒 也难怪魔界之主 刚才那么惶恐 因为只要在亡灵一戒内死亡 就算有再多的复活机会 到最后也就不了他 这招是学你的 剑圣说道 虽然没有办法像你那样 直接用力量压制 把人强行带过来吧 不过以我的智商 略施小技 就把魔界的人给引诱来了 随着剑圣话音刚落 一旁的战国吕布说道 难道这个办法 不是我想出来的吗 你只是负责出力的那个 说得好 下次别说了 剑圣伸手就去赌战国吕布的嘴 这时 张义问道 你们怎么突然想到 要去对付魔界了 这家伙昨晚可都在地狱成功屏上 那么诬陷你了 这你能忍 剑圣气不打一处来 道 反正我忍不了 这个小人 就该置之 感情 剑圣跟战国吕布他们 居然是为了给张义出气 而去报复魔界的 至此 张义不禁有点小感动 这就叫兄弟 而这时 剑圣看了眼刚刚搅和的资源 忍不住咋了咋舌 不愧是地狱成排行第十五的战队啊 这魔界的资源 真肥 说着 剑圣对张义说道 所以这些资源咋处理 你们搞来的 当然你们两家分了 张义脱口而出 剑圣倒也不客气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哈哈 那就不跟你们分了 我跟战国七三分 我七 战国三 战国吕布 你缺心眼 小吵小闹之中 张义便与剑圣他们 结束了视频 本来张义的打算 也是要去报复一下魔界的 毕竟他们昨天在地狱成公屏上 诬陷张义 这口气 张义也咽不下 而现在 剑圣他们已经帮张义解决了这个问题 张义也就可以把重心放在其他事情上面了 从旅馆出来 便将一骑绝尘 行天与胖子三人 叫了过来 有什么行动吗 行天问道 嗯 你们准备跟我一起去一趟龙魂殿 随着张义话音刚落 胖子问道 去那个地方干嘛 一骑绝尘若有所思道 莫非你是想说 冥界之主昨晚得到的那张原神级魔法卷轴 就是产自于这个龙魂殿 所以 你想去看看 能不能在龙魂殿找到冥界之主 知我者 莫若绝尘 张义对一骑绝尘说道 以后创建了主城 给你当大国师吧 顿了顿 张义接着道 这一趟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冥界之主 龙魂殿内 或许埋藏了某个让上一世的张义 都无从知晓的秘密 张义主要是想要去看看 能不能发现 关于冥界之主 在不杀死毁灭龙王的前提之下 得到那张埋藏在龙魂殿内的原神级魔法卷轴的秘密 于是 四人启程 骑着小巴 一同赶往龙魂殿 与此同时 城外一角 为了确保这一次 对付一诺清城的计划 万无一失的进行 也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被困在地狱城 无法出城执行生存任务 差点被系统封杀的状况 这一次 冥界之主赶在周一一大早 就提前完成了本周的三个生存任务 因为 他还不知道天杰 魔龙咒这张卷轴的发动消耗 是除三次复活上限之外 会不会也还要另外再扣除三次复活机会 如果两者都要消耗 那么现在只剩三次复活机会的冥界之主 只怕到时候 又要面临身上一次复活机会也没有的情况 在完成生存任务后 冥界之神根据冥界之主提供的位置消息 在城外一角与冥界之主聚首 此时 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冥界之主 迫不及待地对冥界之神说道 时机已经成熟 你去把城里的兄弟都叫出来吧 接下来 该是我们反击一诺清城 与他们八大家族的时候了 随着冥界之主 话音刚落 冥界之神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队长 我们不要再跟一诺清城斗下去了吧 你说什么 冥界之主有些匪夷所思地看向冥界之神 冥界之神迟疑了下 说道 我们跟他们这么斗下去 最后只会两败俱伤 对我们谁都不好 何况 国战马上就要开启了 我们都新国人 队长 以你的实力 若是与一诺清城化敌为友 跟他一起为我们新国而战 将来 必定能够 让我们新国 成为天启世界一大强国 你被一诺清城洗脑了吗 冥界之主有些愤怒 同时也开始怀疑冥界之神 我倒是越来越好奇 一诺清城 当时为什么要放了你了 你是背着我 跟他龙族结盟了吧 我没有 冥界之神赶忙解释 真的没有 队长 你相信我 就是通过一诺清城没有杀我 最后放我的这个举动 我才突然发觉 一诺清城这个人 其实他的大局观 意识很强 他的思维 与我们常人不同 别说了 冥界之主直接一声怒吓 打断了冥界之神的话 如今我已得到原神级魔法卷轴 只要利用这张魔法卷轴 一诺清城必死无疑 国战可以输 一诺清城 必须死 冥界之主的话 把冥界之神都听呆了 他现在越发觉得 冥界之主心胸狭隘 为了一己私利 不顾大局 这一刻 冥界之神脑海里 突然回想起 之前一诺清城所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想想自己 到底是为什么 而战斗 为谁而活 队长 你这个原神级卷轴的具体效果是什么 冥界之神开口问道 第1694章 国强 则明安 面对冥界之神有关于天节 魔龙咒具体效果的询问 冥界之主并没有马上告诉他 而是反问道 怎么了 哦 我就是问一下 我有点担心 万一连这张卷轴都对付不了一诺清城 怎么办 冥界之神不知真假地露出一个担心的表情 毕竟一诺清城那么强 一般的影响估计都对他没用 放心 冥界之主淡然一笑 哦 这可是原神级的卷轴 针对一诺清城 必定一击毕命 顿了顿 冥界之主接着对冥界之神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 这卷轴的效果 是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 提高我对龙族者的伤害 十倍 另外 期间免疫龙族者的伤害 听到冥界之主描述的这个效果 冥界之神一阵惊讶道 不愧是原神级魔法卷轴 这效果 好厉害 哼 冥界之主冷哼一声 所以 只要有这张卷轴 一诺清城必死 冥界之神跟着附和道 是 这张卷轴 基本上是直接封杀龙族者 身为光明龙族阵营者的一诺清城 必定无解 冥界之主拍了拍冥界之神的肩膀 说道 好兄弟 不必担心 这一次一诺清城必死 只要没有一诺清城 纵观整个新国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是我的对手 一诺清城一死 我们冥界天下无敌 必将成为新国第一世家 称霸新国区 冥界之神应允 队长也必将成为天启世界的第一强者 我是第一 那到时候 你就是第二 冥界之主哈哈一笑 而冥界之神 却仿佛有心事一般 笑容都显得有些敷衍 另一边 郑齐龙赶往龙魂殿图中的张义 忽然收到一条好友信息 丁玩家 冥界之神通过搜索ID申请添加你为好友 冥界之神 这个消息倒是让张义耳目一新 并未犹豫 张义同意了对方的申请 丁的一声 冥界之神立马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冥界之主的卷轴克制龙族 具体作用是 持续时间内加强对龙族者的伤害十倍 并且期间完全免疫龙族者的伤害 你自己小心 看到冥界之神发来的这个消息 张义并没有感到太大惊讶 而是露出一个欣慰的神色 看来自己之前在亡灵遗迹 没有杀了冥界之神 放了他 的确是个明智之举 于是 张义回复了冥界之神一个消息 好 下一秒 冥界之神突然消失在张义的好友列表中 说明 冥界之神已经删除了张义 毕竟要是让冥界之主发现 冥界之神有张义好友 甚至还将他的信息透露给了张义 冥界之神接下来会是什么下场 可想而知 随着张义跟冥界之神之间结束对话 这时 义齐绝尘忽然问道 之前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杀冥界之神 而是放了他 我原以为你是故意放走他 然后悄悄跟着他去找冥界之主 可貌似你也没有这么做 张义说道 他这般对待敌人宁死不祥的忠义之事 为冥界之主而死 太可惜了 他的实力 位列地狱城总榜第五 骑士榜第一 如果这样的人能为我龙族所用 不是比杀了他 更有意义吗 可是 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会因为你放他一马 就愿意加入你的麾下 随着行天话音刚落 张义说道 我不确定 不过我能肯定的是 冥界之主知道 我放了冥界之神 以他的秉性 必然不会再轻信冥界之神 义齐绝尘顿悟道 所以 你其实是在利用冥界之主 对冥界之神产生怀疑这一点 来让冥界之神逐渐对冥界失去信心 从而弃暗投明 张义则是感叹道 国战在即 只有尽可能地将各路高手拉拢 形成一个庞大的队伍 在一支队外 才能强国 国强 则明安 此时 行天说道 我要是冥界之神 在你攻到地狱城来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退出冥界 加入龙族了 紧接着 义齐绝尘问道 所以刚刚冥界之神加你好友 跟你说什么了 他把冥界之主得到的那张卷轴效果告诉了我 怎么样 那张卷轴厉害吗 很强 张义并没有感到多大的畏惧 不过 也就那样 增强使用者对龙族者十倍伤害 这个效果是挺厉害 可 要是冥界之主根本碰不到张义 就算是提高百倍伤害也毫无作用 而事实就是 冥界之主在此前与张义之间的多次决斗之下 就从来都没有碰到过张义一下 因为他的操作跟张义的操作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如果卷轴的作用是大幅度降低张义速度效果的话 或者冥界之主还有与张义一战的机会 可偏偏加强的是最没用的伤害 毕竟就算没有卷轴加成 以冥界之主的伤害也足以一刀劈死张义 关键就在于他没有机会 另外 完全免疫龙族者的伤害 这一点倒还有点用 不过也正如张义所说 也就那样 大不了在冥界之主启用卷轴的时候 张义选择避战 等他卷轴效果退散之后 再去干掉他 接下来怎么样 主动出击吗 一气绝尘说道 毕竟我们剩余的时间不多了 明天这个时候 就该回曙光城了 不用 张义说道 他有卷轴在手 必定信心十足 他一定会主动找上我 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就行 言语声中 几人已经抵达了目的地 LV255龙魂殿 刚到龙魂殿 几人便能深深感应到 一股来自于黑暗龙族的强大气息 从大殿之内肆意开来 好强的一股龙蟹 并不知道 这大殿里藏匿着什么物种的行天 陈生说道 这里面应该有龙王级别的巨龙 大家各自小心了 里面是七阶毁灭龙王 利家 张义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让身后行天一骑绝尘胖子三人 目瞪口呆 七阶龙王 行天匪一所思道 你怎么不早说 我怕说了 你们就不敢来了 张义笑笑道 言语声中 吼吼 伴随着一声声龙鸣 好几头巨大的黑龙 赫然从龙魂殿内飞跃而出 静止朝着张义他们席卷而来 第1695章 真 屠龙者 LV25 无毁灭之龙 看着从龙魂殿内飞出来的那几头黑暗巨龙 226级八转鬼剑是行天 与226级八转雷霆骑士一起绝尘 立即提起利剑与长枪 体内 黑暗之息与雷霆之力爆发 席卷着两股强大的力量 朝着那两头毁灭之龙冲杀而去 吼吼 那两头毁灭之龙发出咆哮 刚准备从嘴里喷射龙焰来攻击行天他们 突然 花花两束金光从天而降 落射在那两头毁灭之龙身上 当即将他们定在原地无法动弹 而后方 正是裁决者胖子 左手托着真言之书 右手进行施法操控那两头毁灭之龙 与此同时 行天与一骑绝尘飞冲之上 刷刷刷 枪枪枪 以雷霆贯穿黑暗 击碎毁灭 行天与一骑绝尘的攻击 急速斩落在两只毁灭之龙身上 在其头顶爆发出一道道 高达1至1.5万亿之间的伤害 在胖子的无缝隙连空之下 那总血量十万亿的毁灭之龙 顷刻间就被行天与一骑绝尘二人斩杀 吼吼 伴随着一阵哀嚎 两头毁灭之龙坠落在地 龙族三大战神的实力 张义是最放心的 如果日后冥界之神有机会能够加入龙族 或许他能成为龙族第四位战神 随着行天与一骑绝尘 胖子他们联手 击杀那两头毁灭之龙 此时 在一阵咆哮声中 更多的巨龙从龙魂殿内飞了出来 秉持着战斗姿态 三大战神对着那些毁灭之龙 发起全面进攻 一边对抗着毁灭之龙 一骑绝尘一边对着后面的张义说道 外面我们牵制住 你快进去看看 然而 后面的张义 却是不为所动 张义站在原地 目光如斥地注视着前方的大殿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感应到一股十分熟悉的气息 这种熟悉的气息 让张义猛然间心头一震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张义有些不理解 难道这龙魂殿里 真埋藏着什么 对于张义而言 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而他现在的这种感觉 就是某种遇事 如此想着 张义也越发想要进入龙魂殿内 一探究竟 而此时 那些毁灭之龙 却是越来越多 行天与一骑绝尘 他们已经杀掉了不少的巨龙 然而却是有更多的毁灭之龙 源源不断地从龙魂殿内飞出来 此时 迫切想要进入龙魂殿的张义 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战役 坐在张义肩上的灵儿 感受到了巴巴的战役 他立马飞了起来 挥动魔法棒 为张义施加灵气强化 前方 只当行天与一骑绝尘 他们正在全力斩杀巨龙时 轰轰轰 一道道巨大的金色龙影形态结界 撕裂天际 幻化而出 紧跟其后 无数火龙从结界中冲射而下 瞬息之间 吞灭龙魂殿外几十头毁灭之龙 在一大片高达五至六万亿巨额伤害的疯狂席卷之下 大块区域内的数十头毁灭之龙 赫然全部被灭杀 化作十几具尸体 坠落在地面 这一刻 场上顿时陷入一片寂静 只留下地面上一道道 经过光明龙族阵营者的攻击摧残之后 留下的金色龙影 这时 前阵的行天不由看了眼张义 一声感叹 相比之下 在你面前 恐怕真正的屠龙者冥界之主 都要自愧不如 张义才是真 屠龙者啊 一锅灭掉那些拦路的巨龙后 张义便朝着龙魂殿迈进 然而就在这时 轰隆轰隆 地面忽然一阵剧烈颤动 紧接着 龙魂殿上空 赫然出现三道紫色的漩涡 下一刻 三道漩涡之中 冲射出三道极光 形成了一座三角矩阵 将整个龙魂殿封锁 不断流动的强大能量 让场上几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力 那头七阶龙王 要出来了吗 言语声中 吼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龙鸣 一头浑身流动着能量 仿佛能够吞天灭地一般的紫色巨龙 赫然穿破龙魂殿上空的三道漩涡 出现在张义几人的视线中 其头顶的金色ID 也同时映入众人眼帘 LV255黑暗龙族七阶毁灭龙王 利家 纵然在张义的提醒之下 几人早已知道这龙魂殿内 栖息着一头七阶龙王 可真到了这头七阶龙王出现 直面他的时候 场上几人 依旧还是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见的压迫感 七阶龙王的气场 实在是太强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七阶毁灭龙王 一气绝尘有些不确信地说道 能打吗 试试看吧 行天说道 有张义在 我们打辅助 他主C 说吧 行天与一气绝尘体内 黑暗之息与雷霆之力绽放而出 秉着一股强大力量冲向毁灭龙王 然而 尚未接近毁灭龙王 突然在毁灭龙王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之下 从他体内绽放出来的一股强力气波 一下子便将行天与一气绝尘给先飞出几十米开外 落地之时 二人头顶血条猛掉一减 打不过 撤 行天非常果断 而这时 张义手握浴火审判 引领着魔兽团 已经向着毁灭龙王逼近过去 上一次是有超神级魔法卷轴扶龙印 才能对付得了七阶黑暗龙王伊古诺 这一次 拿什么与七阶龙王抗衡 一气绝尘对着张义说道 别过去了 撤吧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张义却并没有听劝 不论曙光城还是地狱城 周边一带各大顶级boss 在张义手里 都是随意拿捏 自从进化为光明龙族阵营者之后 张义貌似就在没有遇到过 真正能打的敌人 导致他连验证自己战力等级的机会都没有 张义也想看看 自己现在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而眼下 就是验证他实力的最好机会 于是 张义义无反顾 直逼七阶毁灭龙王利家 光明龙族阵营者 身为黑暗龙族七阶龙王的利家 显然察觉到了 来自于张义身上的一股光明龙族阵营者的气息 知道张义的身份后 七阶毁灭龙王居然产生了一丝前所未有的畏惧 因为他很清楚 龙族阵营者意味着什么 要知道 他们黑暗龙族九大顶级七阶龙王 包括他自己 全都是由他们黑暗族的阵营者所创造出来 而眼下这个 是光明龙族的阵营者 阵营虽然不同 但地位相同 换句话说 毁灭龙王利家跟张义之间 就像儿子与爸爸 第1696章 光明龙族阵营者VS毁灭龙王 吼 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之下 毁灭龙王利家先手发动了攻击 张开血盆大口 一道炙热的龙焰猛然朝着张义喷射而来 滑 张义立马一道闪现 避开了毁灭龙王的攻击 与此同时 轰轰轰轰 一道道强光 不断从毁灭龙王头顶上方的漩涡之中 轰射出来 连续攻击张义 张义使用八卫一行 身形如同一道闪电 不停闪烁 转眼 突然消失在毁灭龙王视线中 这里 伴随着一声轻呼 张义猛然间出现在毁灭龙王身后 煽动着背上的龙羽 飘浮于低空之中 毁灭龙王刚一回头 哗啦 金色龙影形状的结界 从空中幻化而出 紧接着 无数火龙冲射而下 轰轰轰轰 一条条火龙 冲击在毁灭龙王身上 赫然只是在其头顶 爆开一个个一万亿左右的伤害 好家伙 张义的伤害 被削弱了八成左右 意味着 毁灭龙王 自带80%左右的免伤效果 否则 张义的神级杀戮龙魂 百分之一百穿透 打出来的 应该都是五至六万亿的真伤 所以这显然 是跟毁灭龙王防御力高低无关 这一个个一万亿的伤害 纵然已经不低 但是对于毁灭龙王来说 也不足以构成威胁 因为身为满级七阶龙王的毁灭龙王 总血量已经达到了八百万亿 而且七阶龙王天生自带强力回血效果 只不过受到了张义的神级 静咒龙魂 削弱敌人百分之一百回血效果 影响 直接切断了他的回血 若是没有静咒龙魂的克制 只怕张义 打得不如毁灭龙王回血回得多 随着张义一波重击下来 毁灭龙王堪堪 只是掉了一个百分点的血 光明龙族阵营者 就这点能耐吗 毁灭龙王也逐渐自信了起来 紧接着 锁定张义 发动反击 轰轰轰轰轰 无数极光从天而降 急速攻击着张义 没有冥界之主的领域技能空间转换 张义只能凭借着身法 利用龙羽带来的飞行能力 来躲避攻击 密集的光羽不断洒落 纵然张义凭借着极致的身法 已经将其中大部分攻击都给规避掉 还是无可避免地遭受到 零零散散的极光的冲击 在神级守护龙魂90%的免伤保护之下 受到攻击的张义 头顶赫然出现一个个高达五六千万的伤害 毕竟是身为黑暗龙族九大顶级七阶龙王之一的存在 毁灭龙王所拥有的免伤 张义的神级守护龙魂在毁灭龙王面前 实际上根本无法发挥到90%免伤的功效 最多也只是给张义带来了50%左右的免伤 趁着不断从漩涡中轰射出来的极光不停攻击着张义 极大程度限制了张义的走位与行动的机会 毁灭龙王张开血盆大口 从嘴里喷射出一道炙热的火焰 那猛烈的龙焰仿若能够吞天灭地一般 这一次连张义也无从躲避 禁止被龙焰吞没 而且在龙焰的持续灼烧之下 许久也没有见到张义出来 这一下连后面的行天 义骑绝尘与胖子几人都有些震惊 没有道具辅佐的情况下 直接单刷七阶龙王 根本犹如天方夜谭 即便是张义也做不到 七阶龙王实力太强了 张义不会就这么挂了吧 行天他们并不敢接近毁灭龙王 因为他们自知 以他们的实力去跟七阶龙王对抗 无异于以卵击石 只怕连接近毁灭龙王的机会都没有 就会被直接秒杀 而就在几人以为被烈火吞噬的张义 九死一生的时候 忽然 轰轰轰轰 无数道龙焰反噬毁灭龙王的火焰 瞬间将毁灭龙王吞没 与此同时 张义好似浴火重生了一般 从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 驾驭着五件龙王八部 冲天起 其身后 无数二百三十四级的光明族巨龙 从裂缝之中飞跃而出 不断对着毁灭龙王 发动龙焰攻击 在上百头巨龙猛烈的攻击之下 毁灭龙王被击退 坐落到了龙魂殿外 而此时 张义骑坐在小八倍上 体内 源源不断地爆发出 愈发强烈的战役 好好好 光明龙群在低空中 形成一座巨龙大阵 等待着张义发好失恋 看着跌落在龙魂殿外 有些狼狈地毁灭龙王立家 张义说道 你也不过如此啊 好 毁灭龙王发出咆哮 散发出一股强大力量 威震八方 连行天他们 都被震得倒退几步 唯有张义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 张义身上爆发出 比之前更加强烈的战役 手中的超神器浴火审判 金色的火焰熊熊燃起 身后 巨大的金色龙影 与银色龙影重叠绽放 轰隆隆 好 这一刻 风云骤变 电闪雷鸣 来自光明龙族阵营强者的威慑力 与黑暗龙族七阶顶级龙王的力量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两股力量 仿佛将要撕破天界 撕裂大地 就在张义与毁灭龙王 即将再一次爆发战斗时 忽然 张义的目光不经意间 透过毁灭龙王 看到龙魂殿的入口处 助力着一名身着黑色长袍之人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那道黑影 张义猛然间心头一震 一种不知名的感觉 突然涌上心头 然而此时 毁灭龙王 却是趁着张义分神的机会 发动了攻击 好 一声咆哮之下 猛烈的火焰朝着张义喷射而来 张义一时躲闪不及 被龙焰命中 整个人被轰飞出十几米开外 利用龙羽维持平衡 才得以平稳落地 而此时 张义一抬头 目光依旧是放在大殿下的 那道黑影身上 此时 张义在那黑影身上 察觉到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熟悉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难道是 正当张义对那黑影的身份 产生怀疑之时 突然 他收到了一条 来自于龙族不灭的私信消息 不好了老大 小强跟原位他们 被冥界的人 抓到亡灵遗迹去了 第1697章 冥界之主的威胁 什么 看到龙族不灭发来的消息 张义猛然心头一震 因为 若是在别的地方都还好 可为什么 偏偏是在拥有死亡原地复活限制的亡灵遗迹地图上 张义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去了亡灵遗迹 龙族不灭赶忙说道 不是我们自己去的 是冥界之主 他把你上次的手段给学到了 利用他的那头凤凰 趁着我们在城外巡逻的机会 偷袭我们 强行把原位 小强 跟巅峰黄少 他们几个人 给抓去了亡灵遗迹 顿了顿 龙族不灭接着说道 冥界的人 大多已经撤出了城 现在全都集中在亡灵遗迹 我们龙族跟他们七大家族的人 也全都在这里 我们已经将整个亡灵遗迹包围了 但冥界之主指定要老大你亲自过来 否则他就要 杀了小强他们 听到这个消息 张义顿时怒不可遏 冥界之主 你找死 这时 张义身后也传来一声怒喝 混蛋 张义回头一看 只见得平日里 性情都是比较温和的义气绝尘 脸上突然浮现出难能一见的愤怒之色 显然 他也收到关于龙族的几个人 被冥界抓走的消息了 因为这其中 就有义气绝尘的媳妇 原位少女 得知自己老婆被抓的消息 谁也安耐不住 恰恰这时 地狱城公平之上 传来冥界之主的挑衅声 冥界之主 Ad Eno清成 你的兄弟跟朋友 可都在我手里 怎么 还不来救他们吗 再晚一会儿 你可就再见不到他们了 有没有觉得这一幕 似曾相识 还记得当初 你是怎么对我兄弟的吗 我这叫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意气绝尘 Ad Eno明界之主 你敢动他们一下试试 明界之主 怎么了 龙族的副队长 想打架吗 只可惜 你不是我的对手 明界之主 一诺清成呢 谢你十分钟之内过来 否则 我让你连你兄弟的最后一面 都见不到 亡灵遗迹 位置 看到公屏上的这些消息 张义 对着怒不可遏的 意气绝尘说道 你别去 我去就行了 我保证 一定将原位他们 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而这时 邢天则是有些担心地 对张义说道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明界之主 是绝对不会冒着风险 把你约到亡灵遗迹去 他现在身上 有那张克制龙族的 元神级卷轴 那张卷轴 必定对你有极大的影响 我知道他那张卷轴的 效果是什么 张义回想起之前 明界之神告诉他 关于 天结 魔龙咒的效果 开口说道 放心 我知道怎么应对他 说着 张义打开好友列表 给龙族不灭发去消息 让所有人原地待命 不要轻举妄动 我马上过去 说吧 张义回头看了眼 助力在龙魂殿外的 那道黑影 目光足足在那黑影 还有其身旁的毁灭龙王身上 停留了好几秒 才抽身骑着小巴 跟行天他们离开了龙魂殿 纵然张义迫切地想要结束这场 与毁灭龙王立家之间的战斗 也很想看看 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人 但是 明界之主那边 只给张义留了十分钟的时间 龙魂殿这边的秘密 以及未完成的战斗 可以等解决了明界之主之后 再来继续探索 张义不能拿龙族兄弟的性命做赌注 只待四人骑龙离开龙魂殿 这时 比较细心的胖子 忽然开口说道 你们刚才 有看到站在龙魂殿门口 那个穿着黑袍子的人吗 什么人 行天与义气绝尘一口同声 显然他们俩刚刚都没有注意到 七阶龙王亲自驻守之地 怎么会有人 行天说道 除非是黑暗龙族阵营者 胖子震了一下 道 那可能是我看错了 你没看错 张义说道 龙魂殿里的确有个人 现在张义甚至开始怀疑 明界之主 能在不击杀毁灭龙王的前提下 顺利拿走 被封印在龙魂殿里的魔法卷轴 大概率应该是跟刚刚那个黑影有关 然而 上一世的张义 在前来龙魂殿征战毁灭龙王的时候 却并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他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黑暗龙族的领地内 而且 又为什么让张义看到后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个问题的答案 只有等张义解决掉明界之主之后 再来破解了 很快 张义便与行天他们 骑着小巴 抵达了亡灵遗迹 远空中看下去 果然看到偌大的亡灵遗迹四周 早已围满了人 而在亡灵遗迹内部 亦是人山人海 外围是八大家族的人 他们听说 明界在亡灵遗迹集军之后 就立即赶了过来 将亡灵遗迹困 而置身在亡灵遗迹内的 也就是明界的玩家了 明界的人 就像不怕死一样 明知道亡灵遗迹这个地图有多危险 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 全都集中在这个地图上 通过这一点 也足以看出 他们现在有多自信 亡灵遗迹外 八大家族的核心成员 剑圣 黄无极 Sty 主神他们 都是急不可耐 明界的人真是太无耻了 居然利用 人之威胁张义哥哥 随着灵千话音刚落 剑圣摇了摇头 说道 没办法 人家学以致用 谁让张义之前 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对付明界的呢 可惜 张义这招对明界之主不管用 明界之主用起来 倒是对张义管用 明界之主可以为了自保 而不顾兄弟们的性命 张义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正说着的时候 远空中 龙鸣声传来 众人纷纷抬头 看向远空中飞跃而来的火龙 来了 张义骑着小巴 坐落在亡灵遗迹地图外部 将行天意气绝尘他们放了下来 他们只怕 是在里面做了埋伏 若晨拦住郑玉孤身 进入亡灵遗迹的张义 说道 我们直接一起杀进去 你别一个人进去 太危险了 没事 张义说道 明界之主的那张卷轴 奈何不了我 我自有应对他的办法 你们原地待命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要进来 明界之主 虽然不是张义的对手 但是他的实力 在八大家族其他人面前 那都是一等一的强 所以 张义这般嘱咐 也是为了确保 八大家族成员的安全 否则一旦踏入这个死亡 原地复活的境地之内 可就随时伴随着死亡的威胁了 紧接着 在众人忧心忡忡的瞩目之下 张义孤身进入了亡灵遗迹 第1698章 再战明界之主 随着张义踏入亡灵遗迹 遗迹内 无数的明界玩家看到张义 纷纷不由自主地左右退让 而且一个个都是 一脸畏惧的表情 盯着张义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眼下这个人的实力 强大到弹指尖 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 此时 前方走来一人 那是一个身着血红色铠甲的 中年骑士男子 他正是明界的二把手 明界之神 明界之神看着张义 仿佛是有什么话想对张义说的 但是碍于周边这么多明界的人盯着 他也没有说出口 只是对着张义说了一句 在这边 你跟我来吧 说吧 在明界之神的引领之下 张义来到一块空地之上 放眼望去 只见得明界的十支战队队长 副队长 战队精英级别的核心者 全都聚集于此 其中 也包括了形象上比较另类的独眼战士 明界之主 眼下这一幕 着实让张义有些兴奋 明界的所有核心成员 全部都聚集起来了 这要是 趁着这个机会 把他们给一锅端了 明界岂不是快乐升天 当然 张义暂时并没敢轻举妄动 因为现在还有人质在明界之主的手里 只见得在明界人群之间 打不死的小强 巅峰黄少 与原位少女三人 正被围困着 好几个明界战士手里的剑刃 紧逼在三人的脖子上 通过神级探查术可以看到 他们三人的复活机会 都已经被杀光了 在这个拥有死亡原地复活限制的地图上 即便是从其他一级主城前来支援的外城玩家 在亡灵遗迹死亡 都会触发原地复活 而不会回到自己 原主城复活 看到自己龙族的兄弟 被明界挟持 张义顿时怒火中烧 华 身后 象征着光明龙族阵影者 与龙族隐藏职业者身份的金色 与银色龙影同时绽放 与此同时 张义手中的浴火审判 也划得一下 燃烧起金色的熊熊烈火 而坐在张义肩膀上的铃儿 也拉起了脸 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架子 准备跟他的巴巴一起干架 这一幕 吓得明界那帮官员们 脸都变了 某一瞬间他们在想 这家伙该不会连自己兄弟都不管 准备直接开战了吧 真打起来 他们这帮小喽喽 可都不够给张义塞牙缝的呀 他们也就是仗着有人质在手 才敢跟张义对质 看到这一幕 张义不由一声轻笑 对着那帮惶恐不安的明界玩家说道 这么怕我 就不要惹我 不就好了吗 这时 明界的一个分队队长身份的刺客男子 明界之影 划得一下取出匕首 抵在打不死的小强脖子上 面目猙獰地对着张义喝道 你敢动手的话 你兄弟就死定了 想要比一比 谁的速度更快吗 话音刚落 原位少女冲着张义喊道 张义 别管我们 不要受到他们的威胁 一旁 被刀抵着脖子的小强 有苦难言 他心想 姑奶奶 你倒是说得轻松 问题这刀是在我脖子上架着啊 此时 明界另外一人指着张义说道 一诺倾城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 你都不敢来了呢 不要把我跟某人相提并论 张义淡淡道 某人可以不顾兄弟的死活 而自己苟且偷生 我是不会放着兄弟的死活不管的 说着张义看向一旁 坐在一块石头上的明界之神 对他说道 是吧某人 明界之主站了起来 抗着地狱屠龙刀 来到小强三人身边站着 对着张义淡然一笑 道 是你了不起 你清高 你可以为了兄弟两肋插刀 但在我眼里 你这不叫重情重义 而是叫愚蠢 一诺倾城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明界之主仅有的一只眼睛里 透露着险恶 你真敢找上门来 嗯哼 张义信信道 上一次 我也只是利用你兄弟 打算引诱你出来 结果你没出来 最后 我也还是没杀你兄弟 把他给放了 既然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恩怨 怎么样 你要不要也表示一下 明界之主哈哈一笑 行啊 那我也大度一点 放你兄弟一命 说着 明界之主果真对手下的人下命令 放了他们三个 手下人惊呆了 队长 他们可是人质啊 放了他们 我们拿什么威胁一诺倾城 拿什么对付他 明界之主不以为一道 你们不会真以为 我要通过挟持人质的手段 才能对付得了一诺倾城吧 这不过 也只是引你过来的手段罢了 明界之主看着张义 不屑地说道 我可没有那么卑鄙 要战 那就战个光明磊落 这一次 我要让全地狱城的人都看着 我是怎么打败你 一诺倾城的 话音刚落 枪 明界之主 放下肩上的屠龙刀 使得沉重的刀刃 猛然一下落在地面 卷起一阵尘土 在明界之主的命令下 明界的人果真放开了小墙 巅峰黄少跟原位少女他们 只带三人半信半疑地跑到张义身边 张义立即通过龙魂直 召唤出一头二阶火龙王 对小强他们说道 你们先出去 张义 原位少女有些担心地看着张义 你要小心啊 张义微微一笑 去吧 你的沉沉在外面等你 于是 三人骑着龙 离开了亡灵一记 没有了羁绊与威胁之后 张义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接下来 终于可以无所顾虑地开始这场他等待已久的战斗了 反观明界之主 赶在战斗开始之前 特意嘱咐明界之神 开启直播 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看着 他们眼中的神 一诺倾城 是怎么被我打败的 是 明界之神震了一下 极不情愿地开启了直播 与此同时 四面八方 明界玩家纷纷退散 给明界之主与张义之间 接下来即将爆发的战斗 腾出空间 明界之主目光冷冽地注视着张义 放话道 十秒钟 解决你 先看看有没有那个能耐 再说话吧 张义身上 战义狂放 下一刻 明界之主提起地狱屠龙刀 以披天盖地之势朝着张义冲杀而来 去死吧 第1699章 天节 魔龙咒的效果 万众瞩目之下 人族曙光成第一神 与魔族地狱成第一魔之间的战斗 再次爆发 华 明界之主发动领域技能 空间转换 身体如同一道幻影 瞬息之间从几十米开外 闪杀到张义面前 手中流动着红色闪电的原神 及地狱屠龙刀 猛然朝着张义砍落 而就在这一瞬 张义忽然发动闪现 消失在原地 花花花花 使用八位一行 不断追击着 持续进行空间转换的明界之主 这一次 张义的攻势十分凶猛 甚至不给明界之主反应的机会 在结束第八次位移之后 轰轰轰轰轰 无数火龙从天而降 向着明界之主席卷而去 明界之主眼疾手快 后撤避让 成功避开了火龙的正面攻击 却是被火龙落地之后产生的余威给震得猛退好几步 头顶血条在余威的震慑下 也掉了一半 此时 由明界之神所开启的直播间内 观众数量已经上升到了三万 万众瞩目之下 随着明界之主再一次战败于张义手中 直播间里的观众 也是纷纷开始吐槽起来 这明界之主是在干嘛 直播间标题 不是叫明界虐杀龙族吗 怎么一进来 还是看到明界之主 被一诺倾城吊打 而且居然还开直播 自取其辱 明界之主 不是得到一张原神级魔法卷轴了吗 我是来看原神级魔法卷轴威力的 不是来看明界之主挨打的 用卷轴啊 笨猪 场上 张义看着落败的明界之主 说道 用那张卷轴吧 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不然 我们之间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你打不过我的 显然 明界之主 还没有从张义前两天 连续五次侥幸击杀他的那股劲力 缓过神来 他总认为 他跟张义之间的实力 仅仅只是一步之差 只要能够让他找到机会跟破绽 他就一定能够打败张义 所以刚才 他再一次抱着侥幸的态度 试图在不起用魔法卷轴的情况下 杀死张义 这样的话 还可以省下一张原神级魔法卷轴 留着日后用 然而事实证明 明界之主的确不是张义的对手 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 根本不是来源于侥幸 而张义 也是在故意刺激明界之主 如果按照明界之神所说 明界之主手中的 原神级魔法卷轴 天结 魔龙咒 的效果 是提高使用者对龙族十倍伤害 并且免疫龙族者 伤害的话 虽然这个效果 对于张义来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但对于明界之主而言 却是一个可以有效保命的家伙 必须要先刺激明界之主 让他用掉这张卷轴 在这之后才能杀掉他 在张义的刺激之下 明界之主站起身来 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张义 冷冷说道 我只是觉得 用原神级魔法卷轴来对付你 有点暴殖天物 你还有别的办法能对付我吗 张义一针见血 在早就已经知道 天结 魔龙咒 效果的情况下 张义依旧是故意地对明界之主说道 来吧 让我看看 原神级魔法卷轴的威力 好 那我就如你所愿 对张义的仇恨 与日俱增的明界之主 秉着一股强烈的杀意 从空间背包里 取出魔法卷轴 虽然 目光犀利地注视着张义 冷哼一声 开口说道 能死在一张原神级魔法卷轴的手上 你也算是值了 张义信信道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使用原神级魔法卷轴了 好好珍惜吧 明界之主一声冷笑 你看起来很自信啊 连原神级魔法卷轴 也没放在眼里吗 自信即巅峰 张义说道 速战速决吧 等解决了你 我还有别的事情 直播间里 无数的观众也在催促着 魔藏啥呢 明界之主 快用卷轴啊 不然人家一诺清成奶奶 用脚都打得赢你 真磨叽 别用了原神级魔法卷轴 还是被一诺清成吊着打呀 实在不行 就别丢人了 把卷轴卖给我吧 我愿意出五十金币的巨资买 楼上的你是认真的 原神级魔法卷轴 只值五十金币 我出一百 卖给我 看着张义 这副自信的模样 明界之主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不经意间 嘴角微微上扬 下一刻 万众瞩目之下 明界之主 捏碎了手中的魔法卷轴 滑 顿时 阵阵金色光辉 从天而降 洒落在明界之主身上 与此同时 明界之主周身 缭绕起一层金色的光盾 使用神级探查术 张义直接查看到了 明界之主 所获得的卷轴的增益效果 发现他果然 是得到了十倍 对龙族者的伤害加成 并且完全免疫 来自于龙族者的伤害 该效果 维持十二小时 明界之神 没有骗张义 而这时 伴随着一声大喝 明界之主 抄着地狱屠龙刀 赫然向着张义飞冲过来 去死吧 面对着正面冲锋而来的明界之主 张义早有防备 万全之策 就是避开明界之主的 卷轴生效时间 在卷轴效果消失之后 再对付他 毕竟百分之一百免疫 龙族者的伤害 这让身为光明龙族阵营者的张义 也着实是没有办法破解 于是 张义正准备发动血统技能 龙王附体 来避开明界之主的攻击 然后找机会拖战 然而就在这时 张义却是突然收到一条系统提示 丁尼受到了魔法卷轴 天结 魔龙咒的影响 无法使用龙族技能 张义猛然心头一震 怎么还有这层效果 而这时 明界之主已经凭借着一道位移 突杀到张义面前 千军一发之际 张义赶忙发动闪现 赶在明界之主手中的屠龙刀展落之前 信信避开了攻击 紧接着 试图展开龙语 直接拖战 然而 系统的提示再次传来 丁尼受到了魔法卷轴 天结 魔龙咒的影响 龙族时装 龙语 无法使用 丁尼受到了魔法卷轴 天结 魔龙咒的影响 无法召唤 玉火龙王 八部 丁尼受到了 无法召唤巨龙 这一刻 张义彻底惊呆 居然 所有关于龙族的能力 全都无法使用了 第1700章 龙族能力失效 并你受到了魔法卷轴 天结 魔龙咒的影响 你的龙族血统 已进入暂时失效状态 龙族隐藏职业 龙魂失 效果已失效 暂时无法使用 光明龙族阵影者能力已失效 暂时无法使用 系统突如其来的提示 让张义心头一震 直至此时他才明白 原来天结 魔龙咒的效果 还不止只是让使用者 获得对龙族的增伤与免伤 另外还能选择指定的一个目标 让他丧失所有与龙族相关的能力 张义以为 冥界之神是故意只对他说了 关于卷轴一部分的效果 而没有将最重要的效果告诉他 然而事实上这一刻 甚至连后方观战的冥界之神自己 都被惊呆了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卷轴 除了对使用者具备加成之外 居然还会对龙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么说来 难道冥界之主是故意的 继续放眼场上 在所有龙族技能 龙族增益效果 全都无法发动与生效的情况下 张义一下子就像失去了重心一样 战斗力直接被削弱了一大半 好在 一些普通的技能 还是能够使用 面对着冲杀而来的冥界之主 张义不停发动八位遗航与闪现 来躲闪冥界之主的攻击 现在的张义 就相当于是从一个拥有龙魂师职业的光明龙族阵营者 便回到了最原始的御寿师 关键是冥界之主的免伤效果 居然对张义依旧存在作用 张义以御寿师的身份 一发火球术打在冥界之主身上 他居然毫发无伤 完全免疫了张义的伤害 冥界之主硬抗下了张义的攻击 不懈地拍了拍胸口 被火球砸击过的地方 对着张义一声冷笑 道 怎么了 你现在就这点能耐了吗 你的龙族阵营者架子呢 你不是很厉害吗 来打我呀 张义目光如赤地盯着冥界之主 心里开始思索对策 眼下 不能再与冥界之主纠缠 得赶紧撤 可亡灵遗迹地图 无法使用回程卷轴 而张义的飞行能力也被完全限制 周围又都是冥界的围兵 恐怕这一次 真的是插翅难逃了 正当张义陷入险境之时 对阵的冥界之神忽然一声呐喊 发号施令 兄弟们杀了一诺倾城 在冥界之神的命令下 四面八方的冥界玩家 仗着张义被削弱的机会 纷纷抄着家伙 向着张义围杀而来 然而 尚未靠近张义 哗哗哗哗 在玉兽师大招 冰天雪地的笼罩之下 大片冰雪覆盖张义周身区域 那些踏入冰天雪地攻击范围的冥界玩家 纷纷在高达一万亿左右的巨额伤害之下 被秒杀 瞬时之间 一大片的白光在张义周身亮起 而后 那些白光在三秒钟之后又重新落地 触发亡灵遗迹地图死亡 原地复活的机制 他们纷纷原地复活 事实证明 即使张义的龙族血统 龙族隐藏职业能力被抹除 而且也无法享受职业 血统带来的成长加成 导致全属性大幅度下降 更不能用浴火龙魂加强伤害 甚至连身为龙族魔兽的灵二 也进入了尘封状态 无法为张义施加灵气强化光环 然而 以张义平板状态下的伤害 对付冥界的这帮杂鱼 也是绰绰有余 而张义也突然明白 冥界之神明面里看上去 是叫人围攻张义 实际上 他是在帮张义解围 因为张义即使受到 元神及魔法卷轴的强势削弱 变成现在这个状态 冥界的一般人也奈何不了他 只有冥界之主 能对付得了现在的张义 所以 用冥界的人作为幌子 攻击张义 从而制造混乱 让冥界之主没有机会亲自动手 这样反而更容易助张义脱困 张义明白冥界之神的心意 便施法以 天火燎原 亡灵风暴 流光灭等群体技能 清空后方一大块区域内的 冥界玩家 再借由灵魂收割者 跟亡灵弩手 在前方开路 迅速向着突破口突围 龙血骑士跟铃儿 都被尘封 此刻唯一能跟张义并肩作战的 就只有灵魂收割者 与亡灵弩手了 前方 冥界玩家 在张义与神级鬼族魔兽灵魂收割者 以及传说级亡灵弩手三者的重击之下 节节败退 根本抵挡不住 他们已经被打得 有些怀疑人生 靠这家伙 为什么被削弱了那么狠之后 实力还是这么强 马得根本挡不住啊 眼见着冥界的大军 根本阻拦不住张义 就在张义 一路横冲直撞之时 突然 冥界之主 骑着九天凤凰 从天而降 静止坐落在张义前方 这一次 你插翅难逃 轰隆 一声巨响 冥界之主 手持地狱屠龙刀 发动空间转换 一下出现在张义面前 手中屠龙刀 狠狠斩落 张义侧身 屠龙刀在距离张义 仅仅0.01公分的位置 垂直落地 掀起一阵刀光 将张义强势击退 嗖嗖嗖嗖 无数利剑从四面八方 飞射而来 直射张义 一边躲闪剑雨的攻击 张义一边 还要对抗冥界之主 没有了血统与职业 还有小八的辅佐 张义的战斗力 起码降低了七成 现在这个状态 对付冥界的人还行 但是对付 身为隐藏职业者刀皇 而且拥有领域技能空间转换 还有元神级武器 地狱屠龙刀的冥界之主 就太难了 几个回合下来 张义灭杀了数百冥界玩家 终究是对敌不过 不停位移的冥界之主 哄 在张义技能列表里 所有技能都进入 冷却状态的时候 冥界之主挥动屠龙刀 远距离释放一道刀光 静止贯穿了张义的身体 定你受到了玩家 冥界之主的 极光斩技能攻击 损失49万一点生命值 你已经死亡 屠龙刀的加成效果 再加上天结 魔龙咒的十倍增伤 使得冥界之主 对张义造成的伤害 已经达到了突破天际的刀 这一刻 终于亲手打败张义的冥界之主 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 忍不住哈哈大笑 一诺倾城 你终于败了 这一次 我要让你永无翻身之时 华 白光亮起 冥界之主蹲守在张义死亡 消失的地方 正准备等待张义三秒钟后 原地复活 然后趁着魔龙咒的效果 还在继续杀他 然而 让冥界之主意想不到的是 在亡灵遗迹地图内死亡的张义 居然没有触发 亡灵遗迹的死亡原地复活禁止 一诺倾城 消失在了亡灵遗迹 与此同时 某神圣领域之内 一束白光洒落 张义降生在一座宏伟的大殿之下 丁你已复活 尊敬的光明龙族阵营者 一诺倾城 光明龙族 超原古领域 欢迎你的到来 好 对 好 好 好